刚做完人流手术 顾韵如捂着肚子 面色苍白地打车回了家 一进门 庸人端着身汤迎了上来 面色有些古怪 顾韵如心里一动 不确定地问道 义军回来了 庸人摇摇头 迟一了一会儿 说道 是三爷来看望你了 小叔 顾韵如眉头一皱 他与程义军结婚三年 程义军婚后对他不闻不问 就连打太这么重要的事情 都不派个车去接送 让他自己打车回家 而程义军的小叔 程博连却对他分外殷勤 总是有意无意地 找机会接近他 这些举动 使得程义军对他更加反感 认为他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顾韵如心乱如麻 推开别墅的大门 看到程博连 绅士般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喝着茶水 见顾韵如进来 他赶忙从沙发上站起来 走到他面前 关切地问道 韵如 听说你今天去医院了 我特意带了些参汤过来 你快喝了补补身子 说吧 便伸出手来搀扶顾韵如 顾韵如侧身躲开 程博连伸出的手 虚弱地说道 我没事 义军他还没回来 小叔 招待不周还请见谅 韵如 你不要叫我小叔 你叫我博连吧 程博连走到顾韵如面前 深情地说道 我知道这些年来 程义军对你干的那些事情 你受苦了 你跟他离婚吧 我来照顾你 小叔 你说笑了顾韵如绕过程博连 准备回房间 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不想开玩笑 你先回去吧 话音未落 顾韵如突然被程博连 从身后猛地抱住 毫无防备的他心底一惊 接着剧烈地挣扎起来 小叔 你干什么 这个玩笑开得有些过火了 韵如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跟程义军离婚吧 我会给你你想要的幸福的 程博连丝毫不松手 而是大声说道 你想要给谁幸福 一个冷冷的声音 忽然在空气中乍响 顾韵如和程博连猛然回头 不知何时 客厅门口站着一个身材挺拔的男人 程义军冷冷地看着别墅内的二人 眼眸深邃 仿佛闪烁着幽暗的光 义军 顾韵如心头一颤 全身一阵紧张 又仿佛松了一口气 他回来了 待会再找你算账 程义军面无表情地看了顾韵如一眼 转而看向程博连 淡淡地问道 你说你喜欢这个女人 我 程博连脸色一变不由自主地放开 顾韵如 往后退了一步 接着深吸一口气 抬头直视程义军 大声说道 是又怎么样 天乐集团是你名下的公司吧 程义军冷哼一声 淡淡开口 我在来这里的路上 已经派人去收购这家集团了 现在应该已经收购到60%的股份了 程义军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程博连大惊连忙问道 程义军双眼冷漠 盯着程博连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是留下来陪着这个女人 或者在我没有完全并购你的公司之前 滚回去 这样或许明天你不 会被你自己的公司扫地出门 我 程博连犹豫了一秒钟 接着他深情地看了顾运如一眼 小声说道 运如 等我回来就你 然后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程博连走后 程义军走到顾运如的面前 一把将他拽进了卧室 他的账算完了 该轮到你了 义军 你要做什么 顾运如小脸雪白 眼中已经露出惊慌之色 下一刻 他直接被高大的男人丢在了大床上 做什么 你不是应该很清楚吗 程义军的身躯压在他身上 一双锐利如阴烛的目光紧锁着他 连我的小叔都勾引 你还真是个水行洋花 不甘寂寞的女人 我没有 你误会我了 顾运如不停地摇头 因为男人粗鲁的动作 不小心扯通了流产手术留下的伤口 生疼生疼 我都亲眼所见了 还叫做误会 如果我晚到一步 谁知道你们会做出什么不要脸的事情来 程义军压着他 狠力地一字一句 顾运如 你可真见 我没有 顾运如虚弱地解释着 因着被扯裂的伤口 额头上倾出细密的汗珠 既然你这么见 我就成全你 男人的大手 撕了一声 猛地扯开了他的衣物 啊 不要 义军 我今天刚做了人流手术 医生说了不可以 顾运如虹着眼眶 央求道 我知道你恨我 但是可不可以 看待我听你的话 做了人流手术后 稍微同情我一下呢 说话的同时 眼泪大刻大刻地落下 脑子里 闪现过之前两次打太流产的情景 他刚怀孕的时候 满怀欣喜地把孕简单给他 结果却被他强行拉去手术室 做流产手术 连续两次的怀孕 结果都是这样 到了第三次 他直接一个人去做了人流手术 程义军看着他失神的样子 目光往下移 随即看到女人腿心处 缓缓躺出的血线 鲜红刺目 他顿了顿 耳后促起了双眉 真是扫兴 身上的重量一下子抽离 顾运如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还好他没有在这个时候 强行要了她 他在心里 暗暗地把她这样的举动 当作是他还在关心她 同情她吧 只不过 每次亦有这样的假想 总是会立即被程义军所打破 甚至撕得粉碎 顾运如 久久已经回来了 你该滚出这座别墅了 程义军高大的身躯立在床畔 一边整理散开的领口 一边面无表情的道 躺在床上的顾运如 睫毛微微一颤 明明全身都在疼 可是这一刻 他能感受到的 只有心房的位置 撕心裂肺 苏九月 程义军的初恋 也是他的闺蜜 义军 可是现在 我才是你的妻子啊 顾运如拧着双眉 说话的声音卑微无比 呵 妻子 程义军冷嘲了一声 当初要不是你设计爬上我的床 久久怎么会负妻出国 现在她回来了 成太太的位置 你这个纠战雀巢的贱人 该把位置还给久久了 顾运如的心沉了沉 闭上眼 泪流满面 在她心里 她就是一个纠战雀巢的贱人 这句话 甚至比她让她去打胎 还要残忍地捅破了 她心底最后的一座防线 我知道了 我会签好离婚协议的 算你识相 丢下这句话 程义军没有再多看她一眼 转身离开 房门烹得一声和尚 顾运如的脸上 此刻才露出了痛苦的神情 低下头 鲜血鼓鼓地从腿间一出 好疼 可是 再疼也比不上此时此刻自己的心疼 顾运如整个人蜷缩在大床上 一只手抵在心口的位置 隐隐有些颤抖 她有些受不了了 本以为可以三年的夫妻相处 自己能在程义军的心里 有哪怕一点点的位置 可是 到头来 顾运如自嘲一笑 是啊 苏九月回来了 自己只是纠占雀巢而已 起身 艰难地处理自己的身体 身体的疼痛分担了心脏的痛 处理完之后 顾运如躺在床上 透过窗户呆呆地看着外面的天空 什么都不想想 轻轻地俯着小妇 仿佛在抚摸着自己的孩子 直到天色渐渐地暗下来 咚咚咚 夫人 到晚餐时间了 佣人的敲门声惊醒了顾运如 知道了顾运如慌忙回到 忍着小妇的疼痛 顾运如起身下床 下楼走向餐厅 刚刚坐下 就听到门口 传来了女孩子娇俏的欢笑声 顾运如的身体僵硬 脸色更加苍白了 这是苏九月的声音 还没等顾运如有什么动作 大门就打开了 女孩满脸的笑容 男人脸色温柔地看着娇俏的女孩 眼中满是顾运如不曾见过的柔情蜜意 三人猝不及防地相遇 让顾运如有些慌乱 手忙脚乱地站起身 身后带起的椅子 在地上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 我顾运如的话还没说出口 就被诚意君满带厌恶的声音打断 你怎么在这 滚上楼去 男人的声音充满了看到 厌恶的东西和被打扰的不悦 顾运如身体微微颤抖着 看着这对男女 明明自己才是这个男人的妻子 可是现在自己却像是插足的第三者 还没说出口的话转而咽了回去 她默默地转身 准备回楼上卧室 韵如 你也在这啊 那一起吃饭吧 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呢 来 一起吧 苏九月惊喜的语气 好像才看到她一样 娴熟的语气 仿佛她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一边说着 就要上前去牵顾运如的手 她在这里影响食欲 程义君并不想顾运如待在这 语气很不耐烦 摆饭程义君转身 吩咐庸人摆上饭菜 义君哥 我们两个也很久没见了 刚好可以聊聊嘛 可是现在她撒娇的对象不是自己 而是自己的丈夫 顾运如苦笑地翘起唇角 充满了讽刺 乖 吃完饭再说 先吃饭 刚刚不是还喊了 怎么 现在不饿了 程义君根本没打算在里顾运如 牵着苏九月走向餐桌 经过顾运如的时候 连眼角的余光都欠缝 仿佛她是空气一般 自顾自地哄苏九月 完全没当旁边的妻子是一回事 可是 没可是 吃饭 不是说想念家里的味道了吗 程义君直接打断苏九月的话 仿佛在谈论一句顾运如都能让她反胃 嗯 可想可想了 在国外根本就吃不惯 你知道吗 苏九月重重点头 顺着程义君的话题说着 两个人边吃边聊 完全忘记了在一旁站着的顾运如 看着两人旁若无人的秀恩爱 顾运如的心仿佛被针扎一样的疼 一个是她的丈夫 一个是她曾经那么要好的闺蜜 呵 顾运如背对着他们 咬着嘴唇 挺着腰杆 尽管如此 她不想在他们面前丢掉谨慎的尊严 准备上楼 刚刚迈出去一只脚 背后传来苏九月的声音 哦 对了 运如 等会儿我们聊聊天吧 毕竟我们好久没见了呢 我有好多好多的话要和你讲的 我们以前可是可以讲一整个晚上的 苏九月放下手里的筷子 转过身 看着顾运如离开的背影 一脸单纯地说着 语气和在大学是两人放假开学见面时一样 满是和老友再见的惊喜 说完 她还满是期待地看着顾运如的背影 好像他们真的只是一般的好友 久别重逢一般 可是现实是他们是情敌 在诚意君眼中 顾运如更是一个占了 她心爱的女人的位置的贱人 诚意君转过头来 顺着苏九月的目光向顾运如看去 她想知道 面对被自己抢了心爱的男人的好友时 这个虚伪的贱女人会怎样 会像一般人一样心虚 愧疚吗 还是说她根本就觉得理所当然 诚意君的目光越来越不善 里面的厌恶仿佛已经满意 要将顾运如淹死在里面 顾运如几倍僵硬 她感觉到身后两个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自己身上 特别是诚意君厌恶的目光 简直就像要把她的被拙穿一样 顾运如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仓皇地往楼上跑去 仿佛背后有鬼在追她一般 诚意君哥 玉如怎么了 她怎么都不跟我讲话 是不是我回来了 她不喜欢啊 我是不是 是不是不该回来 苏九月抬头看向诚意君 大大的眼眶慢慢地红了 里面浸满了泪水 隐隐欲滴 苏九月的不安 让诚意君很心疼 没有没有 没有人不欢迎你回来 你不用管那个女人 她有精神疾病的 诚意君伸手 温柔地用拇指 抹掉了苏九月掉下来的眼泪 乖 不哭了 看都哭成小花猫了 再哭就不漂亮了 嗯 她轻轻地 满是柔情蜜意地哄着 才不会呢 不漂亮你也要喜欢 苏九月轻轻捶了一拳 在诚意君的胸口 顺势依靠在诚意君胸前 在诚意君看不到的地方 眼神看向二楼 嘴角上扬 勾起一抹得逞的笑意 顾韵如就站在二楼的拐角处 贴着墙站着 静静地听着自己的丈夫 和自己曾经最亲历的闺蜜 打情骂俏 心已经疼得没有知觉了 默默地回房间 倒在床上 紧紧地拥着被子 将自己藏在大大的床上 假装自己不孤单 不心痛 不害怕 她努力强迫自己 什么都不要想 放空自己 慢慢地 大床上的人呼吸均匀 已经陷入睡眠中了 楼下 两人吃完饭便开车出去了 彼时的顾韵如刚刚陷入梦境 韵如 顾韵如的身后 传来女孩子娇俏 而充满活力的声音 她转身 果然 是和她一起生活了两年的室友 苏九月 月月 顾韵如笑着 向向她跑来的漂亮女孩子 伸手打招呼 心想 这丫头两个月不见 又变漂亮了 等女孩跑到身边 便开口调侃她 哎呀 两个月不见 月月你又变漂亮了 看来全校地的男生 都没心思学习了 哈哈 讨厌 韵如 你说什么呢 苏九月绝了绝嘴 小脸通红地追着要打顾韵如 顾韵如 侧了一下身体 灵巧地躲开 欢笑着向前跑去 苏九月在后面边追边喊 让她停下 无忧无虑的大学时光 纯真的友谊 多让人羡慕 直到苏九月 把她所谓的对她最好 弟哥哥成义军 介绍给顾韵如之后 一切都开始变了 自己的心在不知不觉中 让那个男人占据了 自己开始变得不像自己 为了爱变得卑微 在苏九月的介绍中 她的义军哥 是一个优雅的贵公子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她把她当成亲哥哥对待 而成义军 也是把她当成亲妹妹 一样呵护 为了能跟顾韵如 长长久久地在一起 做永远的闺蜜 她要让顾韵如 做她的嫂子 极力撮合她和成义军 天天听着苏九月 在耳边夸赞成义军 顾韵如开始好奇 到底是怎样一个男人 能让苏九月 这样一个骄傲的女孩夸赞 她从这个时候开始 把这个男人放在了心上 也是从这个时候 开始慢慢地迷失了自我 大三快结束的时候 苏九月正式介绍两人认识 顾韵如有些紧张 这个自己听了三年的男人 终于要见到她了 她有些不知所措 而那边 成义军只是不明所以地 被苏九月叫过去 说是在大学 最后轻松的日子里 好好地聚一次 怕自己喝醉酒 没办法回家 叫上她 三人第一次见面 是在商场一楼 刚刚入夜 外面的霓虹灯刚刚亮起 一身休闲装的成义军 坐在长凳上 两腿叠起 背靠一背 姿势慵懒舒适 义军哥 苏九月招手向男人跑去 顾韵如站在原地 听着男人清朗的嗓音 向女孩打招呼 月月 好久不见 看着成义军微笑说话的样子 顾韵如的心飞速地狂跳 她能想到的一个词 叫做一见钟情 那时候 苏九月热露地 拉着成义军向顾韵如招手 韵如过来啊 顾韵如缓步走过去 苏九月向顾韵如介绍说 那 这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义军哥 成义军 别看我哥年轻啊 A式的城市集团 就是我哥一手创下来了 苏九月的语气里 满满的都是骄傲 仿佛这些事 是他自己做的一样 义军哥 这是我的室友 顾韵如 平时可照顾我了 人性格好 学习好 人长得又好看 我们学校很多男生 都想追他呢 苏九月的介绍 让顾韵如有些不好意思 哪有啊 都是月月瞎说的 初次见面 我叫成义军 两年多 谢你对月月的照顾 她也经常在我面前说起你 说她的美丽室友 很照顾她 成义军绅士的 向顾韵如伸出手 你好 我叫顾韵如 月月的室友 顾韵如抿了抿唇 脸颊发烫 伸出手和成义军 礼貌地握手 两人的手一触即松 放下手时 放在身侧的手 悄悄握紧 她的心跳稍微有些急促 看着转头 和苏九月微笑说话的成义军 心中有个声音告诉她 她喜欢上了这个 仅仅第一次见面的男人 之后的时间里 两个女孩 被成义军绅士地照顾着 顾韵如对成义军的好感 也在快速增加 后来 他们找了一家中餐馆吃火锅 成义军全程陪同 并照顾两人吃喝 微笑地看着两人谈天说地 最后体贴地送两人回学校 再见 义军哥路上注意安全啊 拜拜 成义军送两人到学校门口 苏九月让她回去了 说刚吃完饭 和顾韵如在学习 走在萧萧时 两女孩漫步在 只有零星几人的大学校园 苏九月转向顾韵如 倒退着走路 边走边调侃顾韵如 怎么样啊 我哥还不错吧 这都什么跟什么 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呢 你别胡说顾韵如低头红着脸 轻声说 根本不好意思看苏九月 哟哟哟 人家又没有说什么 只是说我哥这个人怎么样而已 你脸红个什么 难道说 苏九月看顾韵如脸红了 便更加故意调侃了 哎呀 不跟你说了 我要回去了 顾韵如站在原地跺了跺脚 便向宿舍跑去 哎 韵如 你别跑啊 我还没说完呢 你害什么羞啊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 你单身我哥也单身啊 苏九月看着顾韵如跑了 更是来劲了 两人一路跑回宿舍 倒在床上 对视一眼 两人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 笑够了 从床上爬起来 对视一眼 苏九月率先开口 韵如 说真的 你对我哥印象怎么样啊 我可跟你说啊 他母亲最近在准备让他去相亲呢 人都选好了呢 看苏九月说得认真 我觉得他 他挺好的哦 苏九月怪笑着开口 我就是我哥的魅力 无人能挡骂 下一刻 苏九月的表情 猛得变得凶狠起来 大叫着道 可是 那是我的男人 苏九月突然扑向顾韵如 伸手紧紧地掐着她的脖子 叫喊着 你个不要脸的女人 居然敢抢我的男人 我掐死你 掐死你 顾韵如倒在床上 去掰苏九月的手 可是怎么都掰不动 啊 缩在大床上的女人 突然醒了过来 摸着自己的脖子 仿佛上面还残留着 梦中苏九月的温度 顾韵如坐在床上 不断地深呼吸 安慰自己 那只是一个梦 不是真的 不是 可是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流 顾韵如抱着双腿 默默流泪 她不明白 为什么苏九月喜欢程亦军 却反而怂恿自己去追她 还给自己出主意 灌罪程亦军 最后导致两人酒后乱性 发生了关系 还被程雇两家的家长发现了 事情闹大了 顾家父母只能逼迫程亦军娶了她 只不过 顾韵如知道 程亦军会娶她 都是被迫的 都是不情愿的 顾韵如在黑暗中 回忆了一遍又一遍 自己和程亦军的相识 相知 到程亦军恨她 这个梦 让顾韵如有些 分不清什么是现实 什么是梦境 直到黎明的到了 顾韵如就那样 抱戏在床上做了一夜 呆愣愣地 在床上做了一夜的顾韵如 身体有些僵硬 突然楼下传来一阵声响 惊醒了发呆中的她 她松开了抱着膝盖的双手 下意识地抬头 看了看四周 发现天 已然大亮 出尘的阳光 从房间的窗户 透过玻璃机照射进房间 洒下一片金色 让人只是看着 就仿佛感觉到了温暖一般 闭着眼睛 在窗前的阳光下 站了一会儿 她转身去了卫生间洗漱 做完这些 准备下楼吃早餐 她清楚地知道 苏九月回来了 程亦军昨晚不可能在家里待着 虽然她才是她的妻子 顾云如走下楼梯 准备去餐厅的时候 眼角的余光 却看到客厅的沙发上 好像有人 转过头去看 居然是程亦军 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因为太过惊讶 右脚后退的步子太大 而不小心撞到身后的椅子腿上 椅子和地板摩擦 发出刺耳的声音 坐在沙发上的男人 转过头看了 神色惊讶的女人一眼 什么话都没有说 反而起身去了楼上书房 留下一脸茫然的顾云如 一个人呆愣在原地 平常的眼神 仿佛是看一件 在平常不过的物品一样 顾云如很惊讶 虽然她没有受虐轻想 但是还是对程亦军态度 突然地转变有些不知所措 她到底是怎么了 按理说 苏九月回来了 她对自己的态度应该更差 毕竟自己占了成太太的位置 让她没办法 给自己爱的女人一个名分 怎么反而态度变好了呢 顾云如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是因为苏九月回来了 她心情变好了 那也不对了 算了 不想了 她态度好了 自己也能少受点罪 不再疑惑的顾云如 放松心情去吃早饭了 另一边 在书房待着的 程亦军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 目光望向窗外 脑海中回放着昨晚的场景 程亦军和苏九月吃完晚饭后 苏九月提议出去 和好久不见的朋友们聚一下 程亦军本来不同意的 因为时间太晚了 可是对于在在国外 过惯了夜生活的苏九月来说 这个时间根本是夜生活 才刚刚开始 程亦军经不住 苏九月的撒娇和软磨硬泡 妥协同意了 带着苏九月 去了他们以前最常去的酒吧 也是城市集团旗下的 规模最大的一个间酒吧 苏九月在车上兴奋地给所有 在帝都的朋友们群发了短信 告知大家在帝都酒吧集合 看着身边小女人兴奋的样子 程亦军嘴角微微上扬 笑着说 出来玩一下就那么高兴啊 可不是只是出来玩一下 人家跟朋友们那么就没见面了吗 很想念大家的 坐在副驾驶的苏九月 看着身边的男人 撅着嘴说道 呵呵 男人看着女孩 撅嘴撒娇的样子 低声闷笑 就想念大家吗 那我呢 苏九月双颊一红 连忙答 想 当然想了 最想亦军哥哥了 想我还不回来 还在在外面待了那么久 我看你 根本就是把我给忘了 程亦军洋装不满地说道 哪有啊 人家还不是怕 苏九月的话欲言又止 小心抬头瞄了眼程亦军 咽下即将要说出口的话 程亦军的脸上阴沉下来 都是哪个该死的女人 男人的手狠狠地敲了一下方向盘 看到程亦军生气了 苏九月嘴角勾起 笑了一下 又马上垂下 换上一副担忧不已的表情 亦军哥 你别这样 韵如 韵如他毕竟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 现在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了 没办法 久久 那个女人这样对你 没替你着想过 现在你居然还在替他说话 傻久久 我是该说你傻好 还是该说你太单纯好 程亦军很生气地大声说道 到最叹了一口气 伸出右手 发泄式地使劲揉了揉苏九月的头发 直到苏九月本来揉顺的长发 变得像个鸟窝 哎呀 松手 快松手了 苏九月使劲扒着 在自己头上作乱的手 可是 自己没力气 只能看着自己的头发 变成鸟窝 哼 苏九月转身赌气地哼了一声 撅着嘴 不理程亦军 这么久不见面 亦军哥哥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这么喜欢欺负我 好了 欺负你是因为喜欢你 喜欢你的心情跟以前一样没变 程亦军声音低沉地向苏九月表白 苏九月低头 放在身前的两只手搅在一起 长发遮脸 挡住了他脸上的表情 程亦军默不准苏九月是什么心情 小心地开口说 九九 怎么了 把车开向旁边紧急停车位 停下车 转向苏九月 看到苏九月眼睛红红的 眼泪要滴不滴的 像是忍着很大的委屈 程亦军连忙急着问 怎么了 怎么又哭了 嗯 乖 别哭了 你哭了 我心疼 程亦军松开安全带 把苏九月揽在怀里 轻轻地拍着他 轻声哄着 也不着急问他原因 苏九月就低头躲在程亦军的怀里 一声不吭 在程亦军看不到的地方 苏九月的脸上神情争鸣 完全不是刚刚的委屈求全的样子 顾韵如 我看你怎么死 苏九月的内心叫嚣着 他想害死顾韵如 想让顾韵如喜欢的人恨他一辈子 让他永远都得不到 自己喜欢的人的回应 哪怕一句 苏九月不可避免地想起了自己 他现在就是被喜欢的人厌恶着 而且他永远都得不到他的原谅 正所谓 得不到的都是最好的 苏九月和顾韵如同时认识的乔木申 可是 乔木申对苏九月的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反而觉得顾韵如更加地吸引他的目光 乔木申作为天之骄子 家是一流 相貌英俊 而且戴人温和有礼 完全就是莫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的现代版写照 追他的女生基本是揽阔了大半的学校 对于乔木申这种名人 顾韵如和苏九月一进学校就听说了 初中的时候就见过乔木申 那时候的他就已经对乔木申方心暗许了 乔木申比苏九月大一岁半 刚好比苏九月大一级 苏九月从小就是追着乔木申的步道走的 乔木申考哪一所学校 苏九月也考同一所学校 就算考不上 也让家里砸钱进去 但是两人从来就没有过交集 因为苏九月在等着乔木申看到他的好 从学校 从家里 听说他 然后留意他 最后不可自拔地爱上他 等到他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想向乔木申告白了 对方却对他不屑一顾 反而是看上了陪同他一起去告白的顾韵如 苏九月虽然生气 但是不可能在自己的心上人面前发火 抢颜欢笑地陪着乔木申和顾韵如聊天 没一会儿就借口有事 拉着顾韵如急匆匆离开 哎 月月 你慢点儿 你怎么了 不喜欢乔学长吗 不是你拉着我过来的吗 顾韵如被苏九月拉着往前走 姿势有点别扭 顾韵如还没搞清楚苏九月 到底是为什么突然就走了 她觉得乔学长人挺好的 不止人长得帅 为人又温和有礼 真不愧学校里那些学姐学妹夸她的那句 莫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走着走着 顾韵如突然就走神了 月月 你经常挂在嘴边的义军哥哥是不是 也是像乔学长一样的偏偏加公子呢 苏九月在赌气的前面走着 突然感觉身后的顾韵如没有了动静 停下来转过身去看 没想到看到顾韵如明显地心不在焉 便下意识地以为顾韵如在想刚刚见过的乔木申 苏九月看顾韵如的眼神明显地变得凶狠了 没想到她心心念念了十几年的男人 会被顾韵如这个丑女人给迷惑了 苏九月狠狠地一扯顾韵如的手 神游天外的顾韵如往前一歪 差点摔倒 回过神来的她莫名其妙地看着苏九月 问道 月月 你怎么了 怎么突然就生气了 你不是很喜欢乔学长吗 不会是见了真人之后就不喜欢了 顾韵如看苏九月红红的眼圈 调侃道 还以为她是为偶像破面而伤心 不过 我觉得乔学长挺好的 长得好看 说话声音好听 人也很温柔 你为什么会不喜欢 顾韵如好奇地看着苏九月 感觉她眼圈红的都快要哭了 你还说 谁说我不喜欢她了 明明是你 你明明知道我喜欢她 还一个字地不停地跟她说话 人家想插嘴都插不上 你就是故意的 你就是想跟我抢她 都是你 苏九月向顾韵如大声地叫着 说着说着还哭了 蹲在地上 大声地哭了出来 顾韵如满头黑线 只能急着解释 没有 我不喜欢她的 没想跟你抢 别哭了 见苏九月蹲在地上 仍旧没有反应 顾韵如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其实 我已经有了喜欢的人了 真的 苏九月迅速抬头 看着面前的顾韵如 带着哭声问 当然是真的了 真的不能再争了 好了吧 不哭了吧 顾韵如笑着伸手 抹去苏九月脸上的泪水 看她不哭了 又笑着调侃她 就算是我不跟你抢 还有大半个学校的女生 跟你抢呢 这就不是你要操心的问题了 他们怎么可能 比得上本小姐我 苏九月抬着下巴 骄傲地说 瞧你说的 好像我能比得上你一样 顾韵如看着骄傲的苏九月 乐不可知 回道 苏九月眼神瞥了她一眼 那怎么能一样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要是跟我抢 那就意味着 我不仅多了的情敌 还少了个好朋友 苏九月低头 看着有些伤心 声音也低了下去 好了 别难过了 加油 拿出斗志来 把你哪些情敌 通通打败 拿下乔学长 顾韵如拍拍苏九月的肩膀 给她打气 苏九月看着顾韵如 突然笑了 嗯 加油 打败他们 对了 还没问你呢 你什么时候 悄悄地有了喜欢的人了 快给本小姐如实招来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啊 恢复心情的苏九月 眼神严肃地盯着顾韵如 左右躲闪的眼神 顾韵如被她看得没办法 低着头红着脸 支支吾吾地说 没谁 就 就是 就是你说的那个 程义军顾韵如的声音很低 苏九月的耳朵都快贴到 顾韵如的嘴唇边 才能听清楚 哦 苏九月怪声怪气地说 原来是我义军哥哥呀 下一刻 她话音一转 不对 你见都没见过义军哥哥 怎么就喜欢上了呢 谁说非要见面之后 才能喜欢的 顾韵如不服气抬头地反驳 顾韵如反驳的声音 在看到苏九月的眼神之后 就弱了下去 显得很没底气 哼 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你是不是想骗我 苏九月凶神恶煞地看着顾韵如 其实也没什么 顾韵如决定说出来 反正月月是成义军的妹妹 如果自己以后想和成义军 在一起肯定还是要通过她 提前知道了也没什么 说不定还能多得到一些 关于她的事情 想通了的顾韵如决定把自己的 感受原原本本地向苏九月说出来 还不是因为你顾韵如狠狠看了一眼苏九月 因为我 苏九月很无辜地看着她 怎么就因为我了 人家又没有做什么 别把责任往我身上推啊 你给我老实交代 快点说 别转移话题啊 苏九月怕她是故意转移话题 让她赶紧接着说 当然是因为你了 要不是因为你老是在我面前 念叨你的义军哥哥怎么怎么好 怎么怎么照顾你 我怎么会下意识地想象你 敌义军哥哥是一个怎样的人 你每说一次我就想一次 每说一次我就想一次 后来次数多了 就算是你不说的时候 我也会不自觉地想她 想她现在在做什么 想她到底是怎样的人 想她长什么样子是不是高比亮 眼神是不是很明亮 喜欢什么 总之就是想了很多很多 顾韵如抛开羞涩 大大方方地讲了出来 看着苏九月有些惊讶的表情 她接着说 看 这不就是因为你 后来 后来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喜欢上了 后来你每说一次成义军 我就会心跳加速 你说 这不是喜欢上了 这是什么 顾韵如恨恨地看着苏九月 都是因为你 我连恋爱都谈不来了 心里装着另一个人 还怎么跟另外的人谈恋爱 太不公平了 哥 还成了我的错了 好吧好吧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你就原谅我吧 我的好韵如 苏九月拖长了声音 拉着顾韵如的手摇来摇去 撒娇地求原谅 彻底放下心来的苏九月 放心地挽着顾韵如的手臂 回宿舍了 久久 成义军摇摇苏九月的肩膀 好了吗 还哭吗 不哭了的话 来擦擦脸 等会儿可是要 在朋友们面前惊艳亮相的 哭花了脸可就不好看了 那个女人的事你就别管了 一切都交给我 好吗 笨 苏九月从回忆里回过神来 迅速地收了脸上的表情 成义军小意地哄着怀里的女孩 扯了张纸给她擦脸 如果顾韵如在的话 看到成义军脸上温柔的 义军哥哥 你开车吧 苏九月嘻嘻鼻子 声音低雅地开口说道 真的没事 真的没事 义军哥哥 你怎么这么啰嗦 成义军做出一点委屈的表情 逗笑了苏九月 她女孩又露出了自己熟悉的笑容 便启动车子 继续开车前往地都酒吧 苏九月在包里翻出自己随身的化妆品补妆 两人一路闲聊到了地都酒吧 一到酒吧 苏九月就拉着成义军的手向前跑 嘴里不停地说 快点快点 他们肯定都已经到了 我们肯定迟到了 都怪义军哥哥 你开车太慢了 苏九月声音娇俏地埋怨道 包 我开车慢 不知道是谁 在半路上哭 我没办法只能停车红了 也不知道耽搁了多长时间啊 成义军认苏九月拉着她往前跑 嘴里笑着调侃 苏九月不好意思回头反驳 只能埋头往前走 成义军笑着看女孩修炯的不好意思回头 闷声笑了起来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幸好久久回来了 成义军心里庆幸着 很快 他们到了订好的包间 一开门 嘈杂的音乐声混着 男男女女的说话声扑面而来 成义军下意识地皱了一下眉头 后退了一步 他一直不喜欢九九来这种地方 即使这家店是他自己开的 但是九九喜欢来这里 喜欢这种与朋友肆意交谈的氛围 这也是九九身上吸引他的原因 充满了活力 大家好久不见 我苏九月又回来了 苏九月一开门就对着包间里面 醉生梦死的男女们大声宣告 啊 包间进了一瞬 又马上爆发出新一轮上尖叫声 与孩子们纷纷上前围住苏九月 唧唧喳喳喳的说话 九九 你终于回来了 啊 月儿 人家想死你了 成义军支去的退后一步 把位子让给他们 笑着看苏九月笑容灿烂的 跟许久不见的朋友们交流 与孩子们围着苏九月 唧唧喳喳个不停 一群人从门口聊到沙发上 足足说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还是成义军看不下去了 急过去不苏九月从里面捞出来 哎呀 义军哥哥 你拉我干什么呀 人家还没聊完呢 苏九月很不满 他还没聊够呢 成义军一言不发地 倒了杯饮料递给他 苏九月看着成义军 愣了一下 成义军又把饮料 往他面前递了递 苏九月接过杯子 仰头就喝完了 义军哥哥 你真好 谢谢 妈妈 苏九月抱着成义军亲了一口 看着旁边的其他人 只挫胳膊 一 真肉嘛 众人一口同声地嫌弃道 哎 我说你们两个够了 叫我们出来 就是为了看你们秀恩爱 虐狗的嘛 有人看不下去 坐着起哄道 其他人也跟着说 就是就是 不仅秀恩爱 虐狗 叫我们出来自己还迟到 刚刚看你们聊得高兴 没打扰你们 现在还虐狗 这必须得罚 对对对 罚 要罚要罚 罚酒三杯 罚酒三杯 必须要喝 所有人都跟着起哄 要罚两人喝酒 苏九月豪迈地表示 喝就喝 谁怕谁啊 说着是一身边的好友倒酒 我来我来 马上就有人抢了倒酒的差事 麻溜的倒了六杯酒 来来来 一人三杯 不能替啊 快喝快喝 喝喝喝 所有人拍着手 叫嚷着让他们喝酒 成义军和苏九月 无奈对视一眼 各自端起酒杯 干了三杯酒 苏九月还把杯子倒过来 向众人示意他喝完了 倒酒的人顾忌着人刚来 还没开始玩 要是一开始 就把人给喝倒了 那就没得完了 所以倒的是度数比较低的酒 酒酒好酒量 几年不见 酒量渐长啊 有人起哄 是啊是啊 在国外没少浪吧 国外可比国内开放多了 小月儿 我看你是玩得乐不思蜀了吧 苏九月的死党 郑元凯开口就戳中了 苏九月的死穴 还真被他说中啊 苏九月在国外玩的 还真的是比国内开放多了 不过 苏九月是不会承认的 我说 元凯 你别瞎说 人家这么乖 怎么可能乱玩 我去国外可是去静修去了 提高内在的修养 可不像你 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 醉生梦死 在苏九月眼里 只有乔木深能配得上他 他也不可能会同意 跟其他男人交往 可是一直没办法 接触到乔木深 为了表示自己的魅力还在 诚意君一直都被他吊桌 随着酒吧的气氛 越来越高涨 包奸了的人 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 一直当看客的诚意君 也被拉了进来 所有人都默契地准备 整股诚意君和苏九月两人 在所有人的通力合作下 苏九月被抽中 这些人这个游戏玩了很多年 个个都是各中抢手 做点小手脚 还不至于被发现 更何况还有这么多人 在帮着打掩护脑 苏九月选择大冒险 肯定会选择诚意君 顾及诚意君 所以起哄的人 没有指定要跳钢管舞之类的艳舞 不过这就已经够刺激了 要知道 诚意君跟他们 可不是一个圈子的人 人家靠自己打拼事业 而他们只是一群啃老族 诚意君平时是不屑于 与他们这些人为伍的 不过也就只有苏九月在的时候 他会从不视人间烟火的神 跌落凡间 苏九月肯定不会让诚意君跳 交际舞之类不符合 酒吧风格的舞蹈 根本不用他们费心 苏九月自己就会给自己的情歌个挖坑 而他们就只用看戏和鼓掌就行了 果然 苏九月一上去 就点了一首最劲爆的音乐 拉着诚意君开始扭动身体 诚意君看着 围着自己舞动身体的女孩 很是无奈 但是也没办法 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苏九月撒娇的功夫 诚意君实在是抵抗不了 台上苏九月围着诚意君 跳着劲爆火辣的舞蹈 引起了众人的追捧 一个美女围着一个男人大跳艳舞 很快 观众就疯狂了起来 羞羞 啊 台下观众的疯狂追捧 让苏九月有些飘飘然了 于是跳得也更兴奋 动作也越来越露 鼓 台上的诚意君混在嘈杂的 音乐声和台下男男女女的口哨声 尖叫声中 看着周围的观众 越来越兴奋的表情 有些不好的预感 在看到有人想从台下爬上来的时候 诚意君转身 想把苏九月拉下去 可是转身的第一时间 居然没看到人 明明刚刚还在自己身边 转身的功夫居然就不见了 第一时间抬头望向四周找人 很明显 几乎是一眼视就看到了 因为苏九月在人群中 就仿佛是个发光体 吸着周围所有人的目光 这样的苏九月 让诚意君很陌生 很不喜欢 什么时候 那个乖巧的女孩子不见了 变成了现在这样 诚意君紧皱着眉头快步走过去 拔开围着的男女 伸手一把拉住苏九月 放在头上摇摆的胳膊 想把她拉出来 脱离这群已经疯狂的男女 九九 够了 她不想吼她 只是尽量平复心情 压下心中的不悦 可是沉浸在音乐和观众的追捧中的 苏九月根本就听不清楚 诚意君在说什么 只不过在九八五颜六色的灯光下 苏九月看清诚意君 明显地压着怒气的表情 整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 顺着男人拉扯的力道 顺从地跟着诚意君走出了人群 Moon 就在诚意君拉着苏九月下台 往包间走的时候 隐约听到有男人的声音 从身旁传来 诚意君抬头一看 只见是一个高大帅气的外国男人 一脸惊喜热切地望着苏九月 诚意君狐疑地转头看向苏九月 女孩儿脸上有很明显的惊讶 惊慌和心虚 九九 你认识她 诚意君瞇了眯眼睛 目光在两人之间转了转 开口问 啊 哦 认识认识 我在国外认识的同学 我们是同专业的 公共课上认识的 苏九月愣了一下 很快就回答她 我没想到她也回来了 我去跟她聊两句 义君哥哥你先过去吧 乖了 苏九月说着 就推着诚意君往包间门头推 还给在门口站着 看热闹的几个死党识眼色 让他们帮忙 很快 诚意君就被拉进房间了 苏九月匆匆说了一句 我马上就回来 人就跑出去了 你怎么过来了 谁让你过来的 苏九月的第一句话 就是语气不好的责问 并回头看了看 确定诚意君没过跟过来之后 气冲冲上拉着高大的外国 男人到一个稍微隐秘些的角落 说吧 找我什么事 苏九月靠着墙双手还胸 看向从刚刚一直沉默的汤姆 瞧 汤姆没有说话 反而盯着苏九月看 一句话都不说 转着圈看她 最后 苏九月被她看得心里发毛 双手使劲挫了挫胳膊 瞪着眼睛恶狠狠地看着汤姆 说 到底什么事 呵 刚刚那个就是你的乔先生吗 不是说他不喜欢你吗 怎么 你成功地把人勾搭回家了 汤姆虽然是个外国人 但是还是会使用国内语言 你什么意思 他是不是乔先生跟你有什么关系 别忘了 我们已经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苏九月看着汤姆 忽然然有些不好的预感 这个人可不是好惹的 虽然当时自己已经跟他说清楚了 但是保不准他会后悔 做出什么事了 坏了他的计划 我跟你说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别想再纠缠我了 我还有事 不管你是来这里是做什么的 我警告你 千万不要来找我麻烦 这里可不是你的地盘 苏九月底气十足地威胁汤姆 说完转身就走了 哎 我的宝贝 汤姆一点被威胁的自觉都没有 还好心情地跟苏九月道别 背对着汤姆的苏九月 狠狠地紧皱着眉头 他觉得那个男人 一定有什么事瞒着他 他感觉他的到来一定会对 他的计划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不行 他绝对不允许有任何 潜在的威胁能威胁到他的计划 苏九月暗暗地捏紧了手心 恶毒地想着 正在低头走路的苏九月 视线里突然出现一双黑色的鞋子 心情不爽的他猛地抬头 眼神不善地朝着挡了自己去路的人看去 你 一句话还没说出口就咽了回去 愣了一下 瞬间换了一个表情 声音柔软地开口 义军哥哥 你怎么出来了 不是说让你在房间先和他们玩着吗 说着 走上前去 挽着一言不发的男人的胳膊 摇了摇 撒娇道 这么快就想我了吗 程义军看了一眼苏九月 开口 那个男人是谁 啊 他呀 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在国外同专业的同学 在公共课上认识的 他特别喜欢华夏 是来旅游的 你知道吗 他还给自己起来一个华夏的姓氏 姓乔呢 苏九月在程义军身边蹦蹦跳跳的开口 跟以前没什么不同 可是 程义军没有忽略他眼神里那一闪而过的不自然和心虚 他想起来刚刚那人男人在叫苏九月名字的时候 他看到他的那一瞬间的惊讶 惊慌和心虚 程义军看着跑到前面的苏九月眼睛眯了眯 苏九月肯定没跟他说实话 他到底在隐瞒什么 之后 两人回到包间 完了没一会儿 程义军说太晚了 不顾苏九月的反对强行带走了他 程义军把苏九月送回了苏家 并没有把他带回去 本来是有这个打算的 不过中途又改了主意 赶紧进去吧 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程义军把人送到苏家门口 连车都没下就紧紧嘱咐了几句 便驱车离开了 程义军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进门一片屋里一片漆黑 开灯之后上了二楼 进房间之后 借着客厅的灯光 程义军看到缩在大床上的顾运如 伸出去打算开灯的时候 在看到床上焦小的人影后 不知道为什么停了下来 程义军犹豫了一下 没有开灯 借着微弱的灯光进了房间 在他坐在床上的时候 或许是因为寂静 黑暗放大了人的其他感官 程义军明显感觉到了 床上原本沉睡的人厕缩了一下 程义军愣住了 他从来都没想到顾运如在无意识中 会这么害怕他 看了一会儿沉睡中的人 他好像很不安 一直紧紧地缩在被子里面 想了一会儿 程义军起身 程义军离开了房间 出去的时候把门关上了 他不知道的是 在房间恢复黑暗的时候 床上的人放松了下来 走出房间的程义军 镜子下来 在冰箱里拿个几瓶啤酒 关上了客厅里的灯 在黑暗中走向书房 坐在黑暗中 程义军的大脑格外地清醒 即使这么晚了 他也全无睡意 打开手里的啤酒 程义军思考着今天发生的事情 从苏九月毫无预兆地回来 到顾云如的反应 再到之前在酒吧里出现的白人 和苏九月的不正常反应 到最后 顾云如的无意识地惧怕他 这一幕幕在程义军的脑海里 不停地涌现出来 一遍又一遍 他越来越觉得不对 苏九月的反应 那个男人 顾云如的惧怕 这些都不对 他以往从来都没有注意过这些 可如今仔细地回想一遍 之前发生的事情 从第一次见顾云如开始 那是苏九月第一次 带他见自己的朋友 即使在那之前 他们已经交往了很多年了 那次见面很突然 可是当时的自己并没有多想 可是现在看来 把所有的事情串联起来看 程义军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 很快 夜晚过去了 程义军坐在椅子里 看着窗外慢慢升起的太阳 决定 把事情好好地查一查 查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苏九月在国外的这些年又做了什么 那个男人又是谁 他不是三岁小孩儿 苏九月的那套漏洞百出的说辞 哄不了他 虽然自己尊重他 但是不代表他就可以在外面胡作非为 看着即将大量的天空 程义军拿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交代那边的人去调查苏九月 在国外的这几年多去了哪里 又做了什么 都跟什么人交往 交代完了 站起身来 望着窗外的晨光 心中不知道在想什么 站了一会儿 便下楼了 吩咐庸人先给他准备早饭 然后沉默着坐在沙发上 没过多久 身后传来脚步声 不是庸人的声音 然后传来椅子和地板摩擦 产生的刺耳的噪声 程义军转身 看见顾韵如一脸惊讶地看着他 程义军看着女人脸上的惊讶和意外 突然心情很不爽 这是我自己的家 你看到我回来就这么惊讶吗 程义军本来想说他一句的 但是看到他眼里的惧怕 不由地想起了昨晚的顾韵如 在睡梦中对于他的抗拒 便有些说不出口 只是深深地看了一眼顾韵如 一言不发地去了二楼书房 不顾留在原地的顾韵如更加的疑惑了 程义军吃了庸人送上去的早餐 便出门去了公司 在临出门前 还破天荒地对顾韵如说了一句 如果你去公司的话 让家里的司机送你说完就出门了 以前 程义军可是禁止他用家里的司机的 因为他占了苏九月的成太太的位置 程义军不想他享受 本来属于苏九月的生活 哦 在程义军已经出门坐车离开的时候 顾韵如才反应过来 呆呆地立在原地 回了一声即使他已经听不见了 顾韵如更加的疑惑了 程义军今天是不是吃素药了 怎么对他态度这么温和 早饭的时候没对他 现在居然还让他用家里的司机 而且最关键的是 声音和态度都很温和 真是太奇怪了 顾韵如摇摇头不再想了 他一直都摸不透 程义军心里在想什么 算了 顾韵如收拾好心情 出门上班 结婚这么久以来 他还是第一次坐成家的车呢 车子很快就到了公司 远洋公司 这是他家的公司 虽说也是个不错的企业 但是比起城市集团 就完全不够看了 顾韵如在公司是财务主管 是公司的第三把手 当然 他还这么年轻 能坐到这么高的位置 肯定不是完全靠自己打拼上来的 其实 这个公司是顾韵如的外公 连母亲的嫁妆 是外公毕生的心血 而外公就只有母亲一个孩子 不舍得他受一点委屈 而且母亲出嫁时 外公的身体已经很弱了 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 就把公司交给了母亲 做了嫁妆 后来 母亲在他19岁的时候 出车祸去世了 好在之前在顾韵如18岁成年的时候 公司的股份就已经全部转给了他 只是后来 父亲利用他年纪小 不懂事 让他转了大部分的股权 那时候的他 还不是完全理解那份股权转让输 是什么意思 不过 还好 那时候并没有全部转完 他手上还会有一部分 10%虽然不少 但是比起他父亲手里的51%就不够了 一天的紧张忙碌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临近中午的时候 程义军的助理给他打电话 让他过去一下 什么事 是程总找我有事吗 助理看了一眼 坐在办公桌后面的Boss 回了一声 是的 太太 好 我马上就到顾韵如虽然疑惑 但是很快就答应了 不管自己愿不愿意去 决定全部在自己这里 好了 这里没你的事了 订好的饭 在太太到的时候拿过来 程义军对助理说 好的 老板助理出去了 程义军起身 站在办公室的玻璃墙前 看着楼下 目光深邃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很快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 竟然是顾韵如到了 还有跟在他后面的助理 拿着几个保温饭盒也进来了 都是从高阶餐厅订来的饭菜 程义军示意助理 把饭菜摆在沙发前的桌子上 然后让人出去了 过来吃饭 程义军走过去坐下 拿起碗筷准备吃饭 看着顾韵如还站在原地 便说了一声 如果不是办公室出来 他就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 顾韵如绝对不会以为 刚刚程义军是在跟自己说话 哦 好乖乖的听话 走过去坐下 拿起另一副碗筷 放在嘴边 程义军看顾韵如 一个劲的吃白米饭 不经满头黑线 还有些郁闷 难道他就这么怕自己吗 别光吃饭 吃点菜 程义军主动给顾韵如夹菜 这就让顾韵如太惊讶了 早上让他用司机 现在还叫他过来一起吃饭 还给他夹菜 这太反常了 反常极为妖 顾韵如觉得不对 看着碗里菜 一句话脱口而出 你没在菜的下毒吧 说完之后 顾韵如简直无地自容 他怎么能说什么出这种话来 程义军也是非常无语 想什么呢 伸手用手上的筷子 敲了一下顾韵如的额头 敲完了之后 两人都愣住了 两人同时都有些尴尬 特别是程义军 毕竟自己昨天才骂过他 今天又做出这样亲密的动作来 好在顾韵如并没有追问他 两人默默地不再说话 气氛有些尴尬 顾韵如吃完了之后 就问没什么事 就先走了 可是 程义军的回答 让顾韵如今天的惊讶值 直接满格 下班等我 一起回家 程义军是这样回答的 顾韵如晕晕呼呼地走了出去 还没反应过来 程义军的话什么意思 直到走出了城市集团的大楼 刺眼的阳光照射在身上 顾韵如抬手遮挡阳光 才反应过来 程义军刚刚说了什么 转身看向身后的大楼 抬头向上望去 玻璃的反光晃的人眼睛都睁不开 可是 他还是固执地往上看 仿佛能看见楼上的男人一样 程义军站在办公室的玻璃前 看着楼下抬头仰望自己的女人 心里不像自己以为的瓶颈如水 平时相处的点点滴滴 突然全部涌上脑海 似乎 顾韵如也不是自己以为的那样 可是 为什么自己会对他有之前的那样的印象呢 下午快要四点半左右左右的时候 苏九月去了程义军的办公室 跟以往一样 没有敲门 直接推门而入 义军哥哥 我来等你下班了 晚上要一起吃饭去吗 苏九月看着坐在办公桌后面 专注着看文件的程义军 说道 我今天还有点重要的文件没看完 你自己去吧 注意安全 早点回家 程义军头也没抬得说道 甚至就连语气都没有丝毫的波动 眼睛还在手里的文件上快速浏览 苏九月看着程义军对自己的态度 站在原地没动没动 眼神阴厄 想起来今天程义军的助理 打给自己的电话 难道 程义军想接受顾韵如那个女人 不 不行 我不允许 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发生 苏九月心中快速闪过这些念头 捏了捏拳头 脸上的表情越发的甜蜜 单纯 依附全身心依赖自己的恋人的样子 走上前 拉着程义军的正在看文件的手 声音娇俏着开口 哎呀 义军哥哥 今天才是人家回来的第二天呢 陪我吃顿饭吗 好不好吗 久久 你别闹 我今天事情太多 太忙了 过几天吧 乖 出去吧 程义军抽出被苏九月抱着的胳膊 捏着鼻梁 声音无奈低沉的开口 一副疲惫不已的样子 苏九月看着程义军 知道今天是不可能了 只能说 那好吧 我自己去 那 义军哥哥你也要记得吃饭 不要工作太拼了 那 我先走了苏九月一步一回头 一副不舍又委屈求全的样子 出了办公室 还贴心的把门关上了 外间的秘书 看苏九月进去不到十分钟就出来了 很是惊讶 以前 这个女人基本是以来 就在程总办公室待上大半天呢 现在看来是失宠了吧 难道程总是打算和程太太和好了 也是 相比于这个女人 程太太才是明智的选择吗 程太太一看就是那种知性美女 苏九月一看就是绿茶婊白莲花 也就只有男人觉得这种女人好 看来程总这次是醒悟了 终于看到程太太的好了 苏九月出去之后 程义军抬头 眼神锐利 哪还有之前的疲惫 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试探苏九月 程义军感觉苏九月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 而且 他知觉事情很严重 这次苏九月回来之后 所有的事情都透露着阴影的违和感 包括公司 从苏九月回来的那一天起 公司就仿佛收到从不知道哪里来的势力的压制 还有他的行为 这一切都不得不让程义军怀疑 这一切太过巧合了 很快 时间就到了五点 下班的时间 助理过来提醒他 程义军起身走出公司 驱车向不远处的远洋公司开去 就在程义军开车离开的时候 在不远的拐角处 苏九月看着口口声声说要加班的男人 开车去了顾玉如的公司 眼神很毒 仿佛脆了毒一般 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吩咐司机跟上前面的车 不远不近的跟着 他要确定程义军确实是去了顾玉如的公司 路程很近 很快 前面的车子停了下来 苏九月让司机停在远处相对隐蔽的地方 傅前下了车 悄悄地向前去 停下车的程义军下车 抬头看了看眼前的大楼 虽然两人的公司很近 但是自己一次都没有来过 掏出手机给顾玉如打了个电话 我已经到楼下了就一句话 说完就挂了 而另一边 顾玉如看着挂掉的电话一阵无语 不知道他今天是发什么神经 居然还来接自己下班 虽然无语 但是顾玉如不敢让楼下的男人等太久 马上收拾东西 迅速下楼了 顾玉如刚刚到楼下 还没出门 就已经透过门口的玻璃 看到了马路对面依靠在车旁的程义军 心中一跳 仿佛和自己第一次见到他时没什么变化 只是多了几分成熟 快步走出去 程义军在这时转过头来看向门口 和顾玉如四目相对 仓促间 顾玉如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程义军从对面的女人眼里 看到了明显的惊喜和慌乱 有些不知所措 抬手向顾玉如招了招手 示意他过来 顾玉如以为他有什么急事 忘记了看马路上的车 也是因为现在离下班高峰期 还有一会儿 这会儿马路上的车流量并不多 所以顾玉如才会直接向程义军跑了过去 在一辆摩托车 从刚刚跑过马路的顾玉如身后呼啸而过 程义军的心突然揪紧 心脏莫名的乱了节奏 不受控制的手直接抬起来 猛的抓住刚刚跑过来的女人 使劲拉向自己 你TM还要不要命了 想死不要在我名前死 程义军对着呆愣的顾玉如吼道 明明就是紧张和关心 不知道为什么说出口的 却是这样的话 吼完之后 还抓着顾玉如的手 可以感觉到他色缩了一下 程义军默默地松开了手 脸色不好地说 以后走路看着点路上的车 连三岁小孩子都知道的是 顾玉如本来想问他 是有什么事情要找他吗 可是被程义军一顿吼 就忘记了自己要说的话 程义军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要嘱咐他这些 明明都是做给苏九月看的 怎么自己反而不受控制呢 把别人的车子撞坏了 程家可不会给你赔 感觉别闹的程义军又加了一句 可是说完之后感觉更不对了 看顾玉如恶然的神色 程义军有些生气 还站着干什么 上车看着程义军 引有怒气的脸色 顾玉如更加不敢说话了 轻轻地应了一声 哦 程义军干脆转身上车 启动车子 顾玉如赶紧开门上车 准备开车的程义军 默默地看了一眼 身边控制的副驾驶 怒气又变成了郁闷 不过 在开车之前 程义军从车旁的后视镜里 看到了躲在不远处 隐蔽位置的苏九月 眼神成了沉 果然 苏九月有问题 程义军沉默地开车走了 躲在后面的苏九月 看到了事情的全过程 从程义军下车等待 就像接女朋友下班的男友 到顾玉如穿的马路都紧张不已 苏九月的怒火 已经快要憋不住了 而且那个女人 还一脸的理所当然 真是要气死她了 明明是她的男人 她居然也敢觊觎 直到他们上车打算离开 苏九月才走出来 只是她不知道的是 在她走出来的时候 本来没想到她会跟踪的程义军 看到了她 而且现在还对她 起了很大的疑心 苏九月猛一脚踢在身边的墙上 可是因为太过用力 反而把自己的脚给踢疼了 悲催的苏九月 蹲在地上轻轻地摁着自己的脚 突然想起了刚刚 从顾玉如身边过去的摩托车 想起了一个好办法 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微笑 脑海中反复地想了想这个办法 越想就越觉得这个办法好 心情大好的苏九月 起身打了个电话 吩咐了另一边的人一些事情 并发了一张照片 再次看了看顾玉如好 程义军离开的方向 笑了笑 转身离开了 另一边 顾玉如和程义军 一路上都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程义军是不想讲话 因为他想 在不确定自己说出口的话 是不是自己心里想的话 而顾玉如是想说的 他有一肚子的疑问想问 但是看到程义军恐怖的脸色 便什么都不敢讲了 尴尬的气氛 弥漫在小小的空间了 一到家 车子还没停稳 顾玉如便急着开车门 下车跑进了家里 让还没从尴尬的气氛里 回过神来的程义军 吓了一跳 脚下的刹车一踩到底 虽然车子已经停了 程义军骂人的话还没说出口 顾玉如就已经下车跑了 看着顾玉如逃跑一般的回家 程义军对自己 再一次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自从苏九月回来之后的第二天开始 顾玉如和程义军的相处 就变了一种模式 相近如宾 不知道程义军是什么感受 反正顾玉如是这样觉得的 这是从他们结婚以来 相处的第一次这么和谐 自从得知苏九月回来之后 顾玉如就做好了自己的日子 会无比的凄惨 甚至有很大的可能会被赶出成家 毕竟本来苏九月 才应该是这个家里的主人 而她现在只是暂时挂个名而已 刚结婚的时候 顾玉如对程义军有过期待 但是得到的全部都是失望 她嫁给程义军 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怀孕了 更是因为继母怂恿自己的亲生父亲 抢走自己手里 母亲留给自己的最后一点东西 没了任何办法的顾玉如 在快要绝望的时候 停从了苏九月的办法 灌醉了程义军 本来只是假装两人发生关系 结果两个人喝了家的春药的酒 真的发生了关系 药 当然是苏九月下的 因为当时的乔木深 对顾玉如很感兴趣 甚至打算追她 面前哭着说两人背叛了她 然后出国留学了 留给众人的印象的 顾玉如做小三 挖闺蜜的墙角 苏九月哭闹一番 排排屁股出国了 留下顾玉如是白口莫辩 无论她说什么都没有人会信 后来更是怀孕了 更让人坚信了 她是一个很有心机的小三 绿茶表 想借着孩子跟程义军 来一个奉子成婚 程义军是坚决不同意 一心想盘上成家的顾玉如的父亲 顾远山 把顾远如怀了程义军的孩子的消息 放了出去 在帝都市里庞大的城市家族 因为舆论压力 逼着程义军和顾远如结婚了 本来想打掉孩子 破除舆论的时候 被继母发现了 阻止了她 但是后来结婚后 孩子还是没有留住 被程义军逼着去了医院打胎 虽然婚姻生活很煎熬 但是因为有了成家座后盾 顾远如保住了 手里远洋公司的仅剩的股份 程义军每天都会在城市集团 准备两人份的午餐 叫顾远如过去吃饭 然后每天下班去接她下班 有时是自己开车去 有时是司机开车 程义军在车上处理 还没有处理完的公务 顾远如从来都不主动开口 和她说话 偶尔 程义军开口说话 两人还能闲聊两句 虽然两人大多数的时候 都是沉默着不说话 但是类似于第一天 那种尴尬的气氛 没有再出现了 程义军觉得 现在这样的相处的感觉很好 感觉很舒服 她已经越来越习惯 苏九月的所作所为看来 顾远如说的很可能都是真的 说谎的人不是她 是苏九月 这天又快到了下班时间 程义军正在收拾手上的文件 突然电脑响了一下 提示有新的邮件 只是抬头一看 程义军眯了一下眼睛 放下手里的东西 点开文件 里面是一些简单的文字说明 剩下的全部都是照片 一张又一张 大部分的照片都是两个人 一男一女 所有的双人照片里的女主角 都是同一个人 而男人则是都不一样 没错 照片里的女人就是苏九月 程义军握着鼠标的手越收越紧 眼里的怒火简直都快要喷出来了 鼠标快速的往下滑 越来越多的图片视频 程义军翻到最后有几个文件夹 里面的内容是加密的 修长的手指在键盘上灵活的跳跃敲打 熟练把文件解密 打开文件 里面是国外某混黑白两道的集团的一份文件 全外文的文件 程义军快速浏览 这是一份高利贷的借钱合同 利息非常高 这种文件在国外的有些小国家是合法的 受该国的法律保护 在文件的最下方以防签名处 毫不意外地看到了苏九月的名字 在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 他就想到了 而且文件还是被高度加密的 呵 程义军突然发出一声嘀嘀的笑声 充满了嘲讽的意味 过了一会儿 程义军的电话响了 突然想起来早就过了下班时间 顾运如还在等着自己去接他 程义军拿起放在沙发上的衣服 边走边接通电话 喂 声音低哑地开口 老板 而且我怀疑我被监控了 我最近调查到了 这个国家一些比较隐秘的势力 还有 还有就是苏小姐好像跟这些势力有牵扯 电话另一边的人说的话 让程义军停下脚步 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 继续 男人的生意有些沙哑 事情好像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 我前两天在调查时遇到阻力 但是后来阻力莫名其妙地就消失了 而且好像后来还有人在帮我 资料拿得很容易 不过我可以肯定东西都是真的 那边的人报告说 程义军站在原地 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 老板 电话那边传来一声询问 知道了程义军说了一句话 就把电话挂了 虽然自己对苏九月有所怀疑 但是怀疑是怀疑 当真正确认的时候 程义军还是被真相惊讶到了 原来苏九月去往国外 并不是去所谓的进修 而是仅仅在一所学校挂了个名 并没有去上学 因为长时间缺席 第二年的时候 那所学校就把苏九月出名了 而苏九月没去学校 而是在国外的各个有名的酒吧 会所里放纵自己 最深梦死 完全忘记了自出国留学的真正目的 或许 他的真正目的正是这个 因为苏九月本就长袖善务 再加上人长得漂亮 出手大方 很快苏九月就在各个有名的酒吧 会所里出了名 基本上每个他去过的地方 大部分的人都认识他 可谓是大出风头 苏九月在国外过得很惬意 他很享受这种众人捧着他的感觉 因为花效太大 很快带的钱就用完了 又因为他是赌气离家出国 所以并没有找家里要钱 没钱的苏九月就动起了接钱的念头 因为找银行手续太麻烦 苏九月就找了私人的机构 借了一大笔钱继续挥货 打算没钱之后再向家里要钱 离家时间救了之后 父母肯定会因为担心他 而主动往自己家里打钱 到时候就有钱还债了 但是因为苏九月花钱太快了 家里还没打钱的时候 他借的第一笔钱就已经花完了 这样陆陆续续的借了几笔之后 虽然有家里打钱 但是苏九月的负债越来越高 因为是私人的 所以在国外不受法律保护 很快 苏九月因为负债而开始东躲西藏 一边躲债 一边向家里要钱 却不敢和家里说明原因 最后因为没有办法 苏九月惹上了黑道的人 而汤姆乔就是苏九月在那个时候认识的 因为躲不过去了 苏九月色诱他 成功地把自己欠的钱一笔勾销了 而代价就是两人交往半年 期间苏九月不能拒绝汤姆乔的任何要求 好在苏九月足够机灵 半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吃太多的苦 只是不可避免地出卖了肉体 当然 这些对于苏九月来说是没什么的 相当于谈了半年的恋爱 只是没有感情而已 半年期限一到苏九月就跑回了回来 这也是苏九月在酒吧看到汤姆 瞧就紧张 心虚的原因 成一军知道了这些 终于明白了这些天 苏九月为什么没那么粘着自己 而且在自己无意识地提到国外等类似的字眼时 总是急忙地转移话题 神色慌张 想来是怕自己询问那个外国男人吧 恐怕这些天公司隐隐受到打压的原因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 只是 可惜现在还没查出那个男人是谁 是不是手下说的那个男人 那个神秘势力又具体是哪一个呢 城市集团虽然做得很大 但是从来都不沾黄堵毒 虽然灰色收入 但是城市设有专门的部门去做 一旦出事 马上丢具宝帅 如果能查出一些蛛丝马迹 就一定可以查出来 也许 从公司出手能有些收获 成一军在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会儿 伸手拉开门走了出去 跟这几天一样 开车去顾运如的公司接他下班 现在距离下班时间已经过来半个小时左右 正是下班高峰期 路上车流量很大 本来十分钟的路程 硬生生地堵了半个多小时 成一军到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顾运如的身影 以为他还在楼上 便掏出手机给他打了个电话 我在楼下 我已经到家了两人同时开口 又同时闭嘴 虽然没有看见 但是顾运如肯定 成一军现在的表情一定非常恐怖 两个人静默了很久 顾运如忐忑不安 成一军越不讲话顾运如越是害怕 就在成一军打算打破尴尬说话的时候 顾运如却在同一时间挂断了电话 你 成一军尴尬地拿着手机 站在听着手机里的盲音 捏紧手机 他现在恨不得顾运如就站在自己面前 狠狠收拾他一顿 但是 总是不由地想起顾运如对自己的惧怕 虽然最近两人的关系好了很多 但是在成一军近距离靠近他的时候 成一军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 女人身体的紧张和不由自主的僵硬 哎 成一军被靠着车叹了口气 难得地懂了一次顾运如的做法 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惧怕吧 而事实是就是因为害怕 成一军任命的上车 独自一个人驱车回家 而且还要忍受堵车的煎熬 成一军第一次认识到 帝都下班高峰期的堵车风潮 艰难得在路上一点一点的 如窝牛般的挪动 脾气不好的成一军简直要爆炸 好不容易开出拥堵路段 成一军已经在路上耗了三个多小时 筋疲力尽的成一军回到家 已经忘了要找顾运如算账的事了 而在成一军堵在路上的时候 顾运如在家里坐立不安 她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居然挂了成一军的电话 她有点不敢想象 等她回来之后自己的下场 身体本能的颤抖了一下 搓搓肩膀 想起最近和成一军的相处 觉得她的脾气好像变好了一点 所以顾运如决定勇敢面对 但是顾运如并不知道 成一军堵在了路上 所以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就连晚饭时间成一军都没有回来 顾运如的勇气 也一点一点的被消磨掉了 一直都没有等到成一军回家 顾运如晚饭的时候 顾运如越怂 在成一军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虽然有些晚 但是 环没到顾运如平时睡觉的时间 成一军已经不打算追究顾运如了 但是 不知道真相的顾运如因为害怕 所以早早地上床了 装睡 顾运如想强迫自己 在成一军回来之前睡着 但是 事与愿违 躺在床上的顾运如反而越来越精神 楼下传来的声音 顾运如听得一清二楚 所以 成一军回来的时候 顾运如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赶紧缩进被子里 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已经睡着的样子 成一军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一会儿 起身上楼 看着缩在被子里 连头都没露出来的顾运如 成一军额脚微抽 这个女人 没出声 去了浴室 紧张的顾运如听到成一军进门的声音 身体一动 紧紧抓着被子 害怕下一秒 成一军就会掀开被子 找他算账 还好 他转身去了浴室 听着浴室传来的 哗啦哗啦的水声 顾运如更紧张了 害怕 时间好像过了很久 又好像没过一会儿 成一军从浴室出来了 仅仅为了一条浴巾 露出流畅的身体线条 就大咧咧的走了出来 不过 没人欣赏这副美男出浴图 走向大床 成一军坐在床边 伸手药就要掀开顾运如的被子 一掀 没动 居然没掀开 成一军满脸黑线 再用力 成功的掀开了 但是看着缩着身体 禁闭双眼装睡的顾运如 善解人意的没有揭穿她 一言不发的看着紧张的女人 成一军神情有些恍惚 脑海中浮现了两人之间相处的点点滴滴 从第一次见面 到最近的和谐温情的相处 成一军不由的伸手 抚向女人的脸颊 拨开挡在脸上的长发 仔细的看着她 第一次发现 原来 这个作为自己妻子的女人长得这样美丽 紧闭着的眼睛遮住了轻测的双眼 但是反而显露出了长长的睫毛 像个小刷子一样 成一军伸出一根手指 轻轻地在顾运如的眼睛上扫过 一遍又一遍 软软的触感 让成一军大感兴趣 心中渐渐伸出一些 她自己都没有发现的情愫 在心底蔓延 就在成一军伸手的时候 顾运如以为她要伸手打她 心中哀嚎 逃不了了 就在她准备好了接受的时候 却感觉到了温热的大手 在自己脸颊上游走 最后在眼前停下 一遍又一遍地拂过自己的眼睫毛 顾运如心中纳闷 她怎么了 两个人谁都没有讲话 成一军就那样坐在床边 顾运如满心忐忑地躺在床上 气氛 满满地变得怪异 实在忍不住的顾运如 在成一军放手的时候 偷偷地睁开一只眼睛 看向成一军 结果看到成一军正在盯着她 好像就是在等她一样 啊 两人的视线对在一起 一时间两人都没有了动静 顾运如的心跳加速 血液开始向脸上涌去 就在顾运如变得满脸通红的时候 成一军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顾运如一下就愣住了 她还没讲成一军笑得这么开怀呢 就连普通的微笑都很少看到 当然这只限于她和她结婚之后 能看到的就只有冷笑 充满了嘲讽 看到顾运如愣住之后 脸色变得不好 成一军仿佛弗林星之一般 猜到了顾运如的想法 今天怎么没等我 成一军轻声开口 顾运如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果然 现在是来算账了 顾运如心中哀嚎 看到顾运如变了脸色 成一军就知道了她在想什么 不由得无奈 明明自己的声音已经这么温柔了 怎么反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只是成一军没想到的是 自己平时就没对她温柔过 就算是和谐相处的前些天 她的声音也没这么温柔过 自己突然换了风格 对于此刻紧张不安的顾运如来说 简直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砍头之前的送行犯 而陷入恐惧中的顾运如忘记了 以往的成一军从来没有在 向她发脾气之前这样温柔过 两个人就这样大眼瞪小眼 面面相去 算了 备受挫败的成一军决定睡觉 现在两个人的脑子都不清醒 还是睡一觉 清醒了再说 直接掀开被子 自顾自地背对着顾运如睡了 顾运如就那样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谁在自己旁边 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明白一切的成一军 在这些天演戏给苏九月看的时候 越来越享受这种平静安逸的生活 满满地认清了自己的心 对于苏九月 自己不是男人对女人的喜欢 而是从小到大的一种责任感 潜意识地理解为 她是自己未来的妻子 成家的当家主母 而顾运如不一样 结婚相处的这几年来 虽然自己对她并没有好脸色 但是 她不瞎 所有的一切她都看在眼里 以前没注意过 是因为自己心里觉得 这都是她为了成太太的位置而装出来的 现在看来 这一切都是真的 是自己错了 错把珍珠当鱼木 思绪万千的成一军装过身来 伸手把还在愣神的顾运如揽在怀里 顾运如下意识地挣扎 乖乖睡觉 成一军轻轻拍了一下怀里女人的脑袋 语气轻密 闭上了眼睛 真的开始睡觉了 现在在成一军感觉心里很平静 仿佛找到了童年时不知愁的感觉 一夜睡得很安稳 而顾运如则没那么幸运了 她被成一军那一拍 给拍得彻底迷糊了 晕晕乎乎的 大半个晚上没有睡着 而且一动也不敢动 最后半个身体都麻掉了 后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 安安稳稳拾了一夜的成一军感觉很好 很久没有睡得这么香了 动了一下 感觉到怀里有人 低头一看 顾运如还没醒来 看着女人睡得香甜的样子 成一军突然觉得心里满满的 她觉得自己是爱上这个女人了 这种感觉是从来都没有过的 但是 她感觉很好 对这种感觉没有任何抗拒 有一种人生圆满了的感觉 她现在甚至有些感谢苏九月 如果不是她 她可能这辈子都体会不到这种感觉了 认清自己的心的成一军 看着怀了的女人 有些冲动 低头倾向顾运如的额头 而且越来越往下 从脸颊到嘴唇 到脖子 锁骨 密密麻麻的吻落下 顾运如在睡梦中 感觉到脸上有些湿漉漉的 下意识的抬手拍得过去 啪 一声脆响 打得成一军简直不敢相信 抬头看向顾运如 居然还没醒 眼中好像有火快要烧起来了 拍完之后的顾运如 想转过身接着睡 结果转不动 意识满满的清醒 手摸向自己的脸 有点湿 可是家里并没有养狗 眼睛还在眯着 没睡醒 撤着嘴的样子 诱惑了程义军 看到已经醒了的女人 居然还没注意到自己 程义军很不满 下嘴轻轻地咬了一口 顾运如的下巴 感觉到了疼痛的顾运如 向下一看 短暂的一声 身体向后退 看着因为一睁开眼睛 看到自己 而受到惊吓的顾运如 程义军很受伤 同时也意识到了 他对自己的感觉是恐惧 而不是喜欢 更不是爱 程义军很头痛 一开始的时候 他对自己的喜欢和爱 自己示弱无睹 现在 自己对于他 就只剩下了恐惧 这些恐惧 全都是自己这些年里 一点一滴地对他造成的 要改变他的这些感觉 程义军感觉自己压力山大 开始后悔和痛恨以前的自己 识人不清 看着眼前的程义军脸色变幻 顾运如不由地想起了 昨天自己做的蠢事 难道 现在要算账了吗 顾运如变得紧张 看着顾运如有紧张了 程义军连忙开口 行了 起床吧 不早了 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正常 然后也不看他的反应 洗漱完毕的两人一起下楼吃早饭 然后程义军开车送他去公司 然后再去城市 坐在办公室的程义军 开始考虑要不要让顾运如 到自己的公司来上班 因为只是一会儿看不到他 自己居然就开始想念了 头一次觉得上班时间好难熬 好不容易到了中午休息的时间 就在顾运如犹豫 还要不要去城市的时候 程义军就亲自打电话过来了 语气很正常的让他过去吃饭 顾运如安慰自己 昨天 今天早上他都没有提他挂他电话的事 应该是表示 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生气 放下心事的顾运如 放心地去了城市集团 跟以前一样 两个人默默无言地吃完了午饭 然后顾运如起身准备回去 等一下 程义军赶忙拦住他 顾运如心中咯噔一下 行道 应该不会吧 转身镇定地问 程总 请问还有什么事吗 程义军不知道该说什么 顾运如疑惑看着一脸纠结的程义军 在这休息会儿再走吧 说完转身就出去了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顾运如一个人待在空旷的办公室 一脸猛逼 不知道程义军到底是什么意思 安静地坐着发呆 过了一会儿 忍不住的程义军又折回办公室 看到的就是顾运如坐姿标准地 坐在他刚刚吃饭的地方 一动不动 这下 程义军彻底无奈了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现在的他 是不敢也不舍地再骂他了 看着顾运如面无表情的脸 程义军突然想起 自己逼他打掉的三个孩子 如果生下来的话 最大的应该已经会叫爸爸了吧 程义军想到这里 突然推开门大步地向顾运如走了过去 听到动静的顾运如扭头向门口看过去 就看到程义军一脸严肃地走了过来 连忙站了起来 还以为他想起来了昨晚的事情 要找他来算账呢 程义军走到他面前站定 看着眼前的小女人 明明是害怕的 却还是坚强地站着 望着自己 低头伸手将人拥在怀里 紧紧地抱着 在顾运如的耳边轻声说 对不起 这几年对不起 对不起你 对不起孩子顾运如身体僵硬地任他抱着 他不知道为什么程义军会忽然对他道歉 但是这几句话让他想起来 这些年受过的哭 流过的眼泪 感受着怀里的女人身体变软 轻轻地发抖 心脏忍不住地发疼 觉得以前的自己真是个混蛋 拍拍他的肩膀 说 想哭 就哭出来吧 果然 程义军的话音刚落 就传来女人的压抑哭声 顾运如的腿变软 程义军陪他一起坐在地毯上 拥抱着他 听他越来越大声地哭 轻轻拍着 摇晃着 希望他能好受些 过了好一会儿 声音渐渐地低了下去 程义军把人打横抱起 坐到沙发上 让顾运如坐在自己的腿上 两人就那样相拥静静地坐着 顾运如偶尔抽气一下 程义军满是心疼 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 两久 顾运如不再抽气 程义军低头一看 原来是哭泪了 睡着了 起身 把人抱到办公室休息室的床上 看着顾运如满脸的泪痕 程义军伸手轻轻地擦去 下决心 以后再也不会让他受到任何伤害了 程义军就那样静静地看着顾运如沉睡着 感受着自己心中越来越满意的感情 他不知道是为什么 自己对他的感情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升温这么快 但是 他没有感觉到来自内心的任何一点点的抗拒和不适 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样一种感情 看着看着 程义军忍不住轻轻地躺在了顾运如旁边 侧躺着 看着他安静的睡颜 一只手握着他的手 就这样两人睡了一个下午 等到顾运如醒来的时候 照理直慢慢回拢 想起了中午的事情 眼眶又有些湿润 看着程义军还在睡梦中的脸 不知道在梦里梦到了什么 嘴角还挂着微笑 轻轻地抽出手 从他的额头到鼻梁到下巴 缓缓地描绘着他脸颊的线条 这张脸 这个人一直都是自己爱着的 明明之前 他之前对自己做了很多让他痛苦的事 但是他还是没能割舍掉自己对他的感情 事实上 顾运如都快觉得自己变得病态了 可能自己有隐性的受虐倾向 这样想着 不由地轻轻地笑了出来 在笑什么 手被男人握住 在他的脸上轻轻地蹭着 程义军不知道什么时候醒的 看着顾运如一个人笑着 语气温柔地开口问道 在想 我是不是个受虐狂顾运如轻笑着开口回答 话一说出口 顾运如就看到程义军的脸色变了 我 顾运如本来想开口解释 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知道 我都知道程义军把人拥在怀里 开口说 我知道以前我做得太过分了 你和我是应该的 其实 到现在你还没有离开我 顾运如靠在程义军的怀里 感受着来自自己爱着的男人 第一次对自己这么温柔 觉得是不是自己在做梦 一切都是假的 等自己醒过来 什么都会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一脸厌恶地看着自己的程义军 裸着苏九月 而自己只能远远地看着 羡慕着 一个人说了很久的程义军 没听到任何回应 拉来怀里的女人 奇怪地看向她 无论是原谅还是不原谅 都应该有个反应吧 怎么一直没动静呢 只是看着顾运如茫然的眼神 顿时就无奈了 她到底有没有在听自己讲话 听着 程义军伸出一只手 抬起顾运如的头 看着她的双眼 看着程义军满脸的严肃认真 顾运如有些不知所措的紧张 不知道她要说什么 我知道了所有的一切 虽然有些没有证据 但是我坚信我知道的是对的 我知道我以前对你做了太多的 令人无法原谅的事 说着 程义军顿了一下 深吸一口气 接着说 但是 请你一定一定要相信我 以后 不会再对你做那些伤害你的事了 我会让你幸福 开心 快乐 忘记以前的一切伤心的往事 程义军说着的时候 顾运如就已经傻眼了 她没想到程义军居然会对她表白 等她说完了 顾运如的大脑已经彻底当机了 说完紧张地看着顾运如 却发现她什么反应都没有 不禁 有些失望 果然 没那么简单就能原谅的吗 也是 毕竟自己做过的事情 的确不是说放下就放下的 不过只要两个人还在一起 自己就有赎罪的机会 总有一天 会让她重新接受自己 程义军坚信着 就在两个人还在床上 面对面坐着的时候 休息室的门突然没有任何征兆的 被人打开了 看着出现在门口的苏九月 程义军不禁皱起了眉头 心里想起来了 她在国外做过的事情 烂焦 吸毒 程义军简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看人的 对自己的眼光简直不敢相信 苏九月看着程义军和顾运如 一起坐在床上 而且姿态亲密 不禁怒火中烧 想走上前把两人分开 但是 就在苏九月迈步的那一刻 程义军的声音冷冷地传来 谁让你进来的 出去 声音里仿佛带着兵渣儿 苏九月身体一动 不敢相信地看着程义军 瞪大了眼睛 眼泪迅速地充满了整个眼眶 义军哥哥 苏九月像以前一样撒娇 声音充满了委屈 伤心 站在原地看着程义军 仿佛已经看到他过来安慰自己的情形了 苏九月就那样可怜兮兮地站着 瞪着大眼看着程义军 等着他来哄自己 可是 程义军一动没动 在苏九月进来的时候回过神来 看着眼前的男人现在对苏九月的态度 和他以前对待自己一样 不 不一样 程义军现在的态度更让人心惊百战 让人害怕 看到顾运如因为苏九月而回神了 生怕他再想到以前的事情 眼神犀利向苏九月看过去 看他的目光仿佛脆了毒一般 让苏九月心颤不已 他想逃出去 滚 程义军一声冷喝 吓得苏九月转身就跑了出去 看到阿眼的出去了 程义军转过头来看着顾运如 我刚刚说的话 听清楚了 程义军重新问了一遍 紧紧地盯着他 不允许他再走神 逃避问题 我 梁九 顾运如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现在不想说就算了吧 以后想说的时候再说 程义军突然不想听了 他怕从他口里听到句句的话 摸摸他的头 好了 别想了 起床吧 已经下班了 回家吃饭了 说完就下床穿衣服 顾运如看着眼前的男人 咽了咽口水 鼓起勇气问 为什么 为什么突然对他那么好 声音有些沙哑 嗯 程义军犹豫了一下 重新坐回床上 问 你 真的想知道 顾运如看着他 眼神里透着坚定 嗯 那好吧 你穿好衣服跟我来 给你看样东西说着 把顾运如的衣服拿过来 给他穿上 然后牵着他走向前面的办公室 整间办公室就只有他们 很空旷 第一次在头脑清醒的情况下 和程义军手牵手 顾运如有点脸红 不好意思 好像第一次谈恋爱 虽然两人已经结婚好几年了 走到办公桌后面的电脑面前 程义军不堪按在宽大的椅子上 熟练的打开电脑 然后把之前下属 发给自己的文件点开 说 你自己看吧 然后就走开了 顾运如看他走到玻璃窗前 看着外面 然后扭头看回电脑 一面一面的看 虽然外文没那么好 但好歹也是一个公司的财务主管 也是能看懂简单的合同的 慢慢的 看完了文字性的文件 顾运如就已经惊讶到无以复加了 他完全没想到 苏九月在国外会做出那样的事 文件上清清楚楚的写明了 苏九月欠钱的原因 金额 还款日期 以及还款方式 站在不远处的程义军 看到顾运如的惊讶 后面还有那开口说道 看来并不只是自己一个人 被苏九月骗了 顾运如抬头看向程义军 眼神纠结 他知道 既然他给自己看这些 就肯定是已经确定了 这些东西的真实性 可是 为什么要给他看呢 低头 继续接着看 后面就完全都是图片了 各种各样的男人和同一个女人 在不同的地方 顾运如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是这样子的 那是不是也表明 这就是他最真实的样子呢 那 以前在大学的时候 完全就是装出来的吗 可是 一个人真的能装这么旧吗 如果不是程义军给他看的 顾运如肯定会怀疑 有人整容成了苏九月的样子 故意陷害他 可是 这偏偏就是事实 抬头去看程义军 而程义军也一直在看着顾运如 两人的视线交汇 程义军看懂了顾运如眼里的不解 和不敢置信 呵 是不是觉得不敢相信 程义军低笑着开口 叹了一口气 道 这一切都是真的 虽然一开始我也不敢相信 可是 这就是事实 他不仅仅在你面前装了三年 更是在我面前装了十几年 程义军的话充满了讽刺 对他自己 其实 我对于他 从来就不是男女之间的感情 而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和义务感 程义军怕自己刚刚的话 让顾运如误会 连忙解释道 以前 你是为什么会追我 还记得吗 程义军开口问道 以前啊 顾运如喃喃自语 神情有些恍惚 回忆到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 那样美好的日子 总是让人以为那是一场梦一样 因为 那实在是太过美好了 让人觉得老天爷随时会收走一样 不过现在看来 美好 只是表象 内在也是充满了丑恶 只是 不知道是当时的顾运如太单纯了 还是苏九月太能言了 顾运如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美好的生活只是脆弱的假象 以前 他总是在我面前说起你 顾运如慢慢地把那时候的他 或苏九月之间的点点滴滴都说了出来 越讲顾运如就越清醒 重新讲一遍 就仿佛站在局外人角度去看当时的一切 才发现 原来一切都不过是苏九月精心编织的假象 只是身为当事人的他没能察觉到 不得不说 其实苏九月其实很高明 他利用了顾运如的弱点 太心软 经不住他的撒娇和软磨硬泡 从小到大 他就是靠着这一招得到所有的长辈 同龄人的喜欢的 而那些他没有拿下的人 大都被他煽动 大部分的人孤立了起来 等着他自己离开 当顾运如讲到苏九月怂恿走投无路的自己灌醉成一军时 他下意识地抬头看向成一军 眼神里有紧张和些许的不安 不想说的话就不说 成一军看懂了他眼里的情绪 伸手摸了摸他的头 安慰道 没事 其实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了 是 是他在酒里下了药 当时 我也是被逼的实在没有办法吗 才 才听了他的话 顾运如支支吾吾的说着 但是成一军没听到顾运如想表达的重点 他听到的是 被逼的没办法 谁逼你了 成一军皱着眉头 声音低沉地问 顾运如很无语 所以说 他听的重点在哪里 这件事在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重要好吗 重要的是他们现在在谈论的 他们三个人之间的事情 这件事不重要 顾运如无奈地开口怎么不重要了 我成一军的老婆 居然有人敢逼你 就算是以前也不行成一军固执地开口 说 到底是谁 严肃又认真的玩问 啊 是我父亲没办法顾运如只能说了 看成一军坚持在坚持的样子 怕了他了 得到答案的成一军并没有满足 继续追问 你父亲 他怎么逼你了 说顾运如看着一脸 想为他打抱不平的成一军 犹豫了一下 阿远阳公司的建立 倒交到自己母亲手里 再如何被父亲哄骗过去 母亲去世 手里股份被骗的事情 完完整整地讲了一遍 成一军在顾运如讲到母亲去世的时候 就不由自主地上前抱住了 眼前显得有些脆弱的小女人 听着她的故事满满的心疼 后悔了自己一再的追问 本来想让他停下来 不过 转念一想 说出来也好 心里的伤疤会好得更快 更何况还有自己在呢 顾运如依靠在成一军的怀里 讲完了自己的故事 不知不觉的眼泪滑满脸颊 伸手去擦 成一军去更快一步的轻柔地替他擦去 你以后还有我 我帮你把属于你的一切 都原原本本女拿回来 成一军认真地看着顾运如的眼睛 一字一顿地坚定地说道 成一军的话 让顾运如内心充满了满意 在历尽艰辛的今天 他终于苦尽干来了 嗯 谢谢 不过不用了 我会自己拿回来 那是妈妈留给我的最后东西 顾运如拒绝了成一军的帮忙 坚决要自己来 没办法 成一军妥协了 需要帮忙的时候 要记得你背后还有我呢 但是 该叮嘱的还是要叮嘱 他怕他一个人坚强惯了 在艰难的时候一个人扛着 他要让他知道 他还有他 永远在他背后支持他 鼓励他 做他的监视后盾和强有力的帮手 可以随时给予他任何他需要的帮助 顾运如突然抬头亲了一下成一军 谢谢 谢谢你在我差点支撑不住的时候 回头看到了我的好 在心里默默地说 成一军眼神柔和地看着顾运如 要说谢谢的是我才对 谢谢你在我眼下心忙的时候 还依旧没有放弃我 顾运如扑斥 一声笑了出来 没想到成一军也这么具有幽默感 看着顾运如笑了出来 成一军的心也放下来了 虽然以前的经历很痛苦 但是 这个坚强的小女人并没有被打败 她坚强地走了过来 而且 在如今回忆起来 当时的经历也没有抱怨 自怨自艾 还能开心地笑出来 说明 那些事情并没有打败她 反而使她更加乐观坚强 成一军亲了一下笑着的顾运如 说 当时是你灌醉的我 所以 你要对我负责 要陪我一辈子 不 是下辈子 下下辈子都要陪着我 要永远永远地陪着我 我们永远地不分开 听着成一军的话 顾运如轻轻地 问了一声 虽然还是有些不适应 这么温柔体贴的成一军 但是这也是她的梦想 两个人永远地不分开 两个人又在床上赖了一会儿 看到窗外的天空 已经开始变暗了 顾运如催着成一军起来 一起回了家 距离苏九月回来 已经两个多月了 本来以为自己的处境 会更凄惨的顾运如 反而过上了以前 根本不敢想的日子 每天 两个人一起上班 然后顾运如 去成一军的公司 一起吃午饭 下班的时候 就由成一军亲自开车 去顾运如的公司 接她下班 生活无比幸福 一开始的时候 苏九月还会 时不时地去找成一军 有时是趁成一军 一个人的时候 而有时是打扰 他们的二人世界 但是 无一例外 都被成一军赶了回去 而且说话 一次比一次难听 最后一次 是成一军 一个人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苏九月特意打扮的 和以前两人 感情好的时候一样 还翻箱倒柜地 找出了以前的衣服 鞋子 还以为成一军 看到她这个样子 会想起以前两人的感情 但是 她没想到的是 成一军看到她这个样子 只会更觉得 以前的自己眼睛太下了 居然会想要 和这个女人结婚 成一军想象了一下 如果自己真的 和苏九月结婚了 而自己头上 岂不是要顶着一片 西伯利亚大草原 简直太惊悚了 不想再看到这个女人了 忍无可忍的成一军 伸手在抽屉了 拿出来了一叠资料 伸手扔在苏九月的脚下 苏九月下的往后一退 差点摔倒在地 低头看向地上的资料 瞬间脸色煞白 不可置信地抬头 看向成一军 嘴里喃喃道 不 不可能 不可能的 这不是真的 扑向成一军的办公桌 焦急地看向 坐在椅子上的男人 一军哥哥 这不是真的 一定是别人在陷害我 对 一定是的 你相信我 相信我啊 一军哥哥 苏九月满脸的泪水 睁大的眼睛里 充满了不知所措 配上她今天的精致妆容和衣服 充满了让人怜惜的柔弱美感 真是到了这种地步 还不忘凹造型 成一军看着眼前的女人 都证据确凿了 还企图狡辩 眼神更加厌恶了 看着成一军的脸色 和仿佛看脏东西的眼神 苏九月内心一阵阵的不安 不行 她还不能失去成一军 如果成一军不要自己了 她一定会很惨的 她简直不敢想象 自己接下来的下场 是顾韵如 一定是她 一军哥哥 一定是那个贱女人 在陷害我 全部都是她做的 一军哥哥 你相信我啊 她在骗你 你千万不要相信她 你忘了当年 她是怎么利用我认识你 之后灌醉你 好爬上你的床 当上成太太的了吗 苏九月声泪俱下 仿佛自己受尽委屈 全部都是为了她成一军好 呵 成一军一声冷笑 这些话 你是不是说的自己都信了 苏九月听了愣住了 一军哥哥 你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成一军冷眼看着苏九月 没想到她居然无耻到这种地步 都死到灵了 居然还想拉顾韵如一把 如果不是自己 早就已经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如果是以前的自己 肯定会相信了她的话 顾韵如为什么会知道我 认识我 你不是更加清楚吗 她为什么会灌醉我 反而失去了清白之身 你难道不知道 成一军的话 彻底打我们苏九月 原来 原来她知道了一切 原来这就是她推开自己的原因 苏九月站起身 看着在办公中后面坐着男人 这个以前一直跟在自己屁股后面的男人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些 明明自己刚刚回来的时候 她还不是这样 苏九月皱着眉头 伸手擦掉了脸上的眼泪 不再求成一军了 看着眼前受掉眼泪的苏九月 冷笑道 怎么 知道没希望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苏九月站直身体 既然这个男人 已经彻底的不会再接受自己了 那自己也不用再在他面前装了 看着仿佛变了个人世的苏九月 成一军感觉很陌生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她 虽然已经想到了 她可能会是这样的 但是亲眼看到 惊讶还是太大 不理解她是怎么十几年如一日的 在众人面前装的人畜无害 呵 我是怎么知道的 成一军冷笑 你把我当傻子 但是我可不是真的傻 以前是不知道 可是成一军顿了一下 眼神锐利的紧紧盯着苏九月 自从你回来之后 可是比以前更粘着我 不是说我背叛了你 所以太过悲伤 无法接受 所以出国留学了 怎么突然回来了 还有 如果汤姆 乔只是同学 那你看到他紧张什么 他跟你是什么关系 以前的床扮吗 还是 你有身体还债的债主 我又不是爱你 爱到无法自拔了 这么多可疑的地方 难道不应该去查吗 还是说 你笃定我查不到 成一军的声音越来越森乐 看着苏九月的眼神 也越来越狠 苏九月被他的眼神吓到了 同时也知道了 是自己的异样 引起了成一军的警觉 是自己疏忽大意了 在国外太过放肆了 突然回来 有些不适应之前的面具 知道原因之后的苏九月 不再停留 转身出了办公室 这件事同时带给他 不仅仅是失去了 成一军这个靠山 更多的是 本来这些东西 成一军是查不到的 到底是 成一军的视力变大了 还是说 他有什么是自己不知道的 或者说根本就是那个汤姆 乔故意把消息透露 给成一军的 苏九月边走边想 这些全部都不是他想看到的 不过目前最重要的不是这些 而是没了成一军 喜欢的人的名头的庇护 他在家里该怎么办 苏家不缺女儿 苏九月有三个姐妹 虽然都不是同一个母亲生的 但是这不能阻碍 他们享受苏家的锦衣玉食的生活 苏家家主 也就是苏九月的父亲 苏情就是靠着女人 把家族生意做大的 仅凭财力 勉强积身帝都一流世家 苏情年轻的时候 也确实是一个 长相俊美的风流人物 虽然家是一般 但是也挡不住那些女人 对他的追捧 苏情也很有野心 娶了追他的女孩中 家是最好的 借着岳家的帮扶自己开公司 一步一步的把公司做大 后来吞并了岳家的公司 而他的妻子也因为怒火攻心 一并不起 苏情有空就在妻子面前 提他父亲 家人 最后把人活生生的给气死了 当然 对于这些 外界是完全不知情的 不然 苏情就没办法再继续坑女人了 很快 苏情满身的忧郁气质 又再度勾引女人 当然全部都是那种 从小生活在象牙塔的女孩 一心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女孩 就这样 借着裙带关系 一步一步把自己的公司做大做强 虽然真正有底蕴的家族 不斥与苏家这样的世家交往 但是 上流社会绝大多数 还是看利益智商的 只有能给自己带来多够多的利益 谁管你是怎么爬上来的 因为苏情的女人多 所以孩子也不少 两个儿子 四个女儿 儿子女儿都被他教的和他一样 在外面到处勾打别人 只要能给家里带来利益好处 苏九月就是因为从小就抓住了 成家的唯一的一个儿子 成义军 所以在家里最受父亲的宠爱 为此 没少被家里的兄弟姐妹嫉妒 但是因为有父亲和成家的庇护 所以苏九月活的是家里的孩子中 最自由的一个 这也导致了他从小就太过自信 觉得没有人能逃过他的魅力 结果就是在乔木山身上栽了 现在 没了成义军 没了成家 苏九月在家里的地位可想而知 而且 因为和成义军交往的历史 以后他也没什么可能会再勾到 对家里有足够用处的男人了 因为 在整个上流社会 没人会为了一个女人 而跟成家作对 所以 对于苏家来说 苏九月算是没有了任何用处 而苏家是不养没用的人的 办公室内 成义军在苏九月走了之后 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 看了下时间 马上就要到下班的时间了 简单的收拾了一下 就准备回家 顾韵如今天没有去上班 因为他有些不舒服 本来顾韵如没打算请假的 但是成义军坚持让他在家里带着休息 还打算自己也在家陪他呢 但是被顾韵如赶了出来 成义军觉得有点委屈 但是 看着顾韵如坚持 没办法 只能一个人上班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下班 觉得今天一天真是太长了 不知道自己以前是怎么一个人 度过那么长的时间的 现在他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回家见他了 想到回家就能看到顾韵如 而且还把苏九月那个牛皮糖 给彻底赶走了 心情很好的成义军在下楼的时候 还好心情的跟公司员工打招呼 把员工们都吓了一跳 成义军走后都纷纷凑在一起讨论 Boss今天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好事 刚刚苏九月一脸冷漠的 从Boss办公室出来 两个人应该是吵架了 怎么Boss心情还这么好 不应该啊 而这时 就有知情人士透露内幕消息 说Boss和郑公娘娘和好了 这个绿茶表白莲花 被Boss看清真实面目了 所以 苏九月被赶跑了 Boss回家抱老婆去了 还真是猜得八九不离十 等下次顾韵如再进城市集团的时候 收到了所有人的注目里 这是一个成功斗赢小三的女人 当然 这是后话了 再说成义军回到家后 就大喊 老婆 我回来了 生怕顾韵如听不到 还喊得特别的大声 家里的佣人还不习惯如此欢脱的男主人 不过 夫妻两人感情好 他们的工作也轻松 不用担心两人时不时的老吵架 他们战战兢兢的不好做事 顾韵如从楼上卧室出来 站在楼梯口 她穿着简单的居家服 长发松松的绑在身后 浑身充满了温婉宁静的气质 成义军看到顾韵如出来 连拖鞋都没有来得及穿 就像自己想了一天的人跑了过去 蹬蹬蹬几步跨过楼梯 把人抱在怀里 头垂在女人的颈尖 深深的洗了一口气 闷闷的说 老婆 我想你了顾韵如听了 愣了一瞬 反手轻轻的抱住了她 轻声的回了一句 老公 欢迎回家 虽然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了 但是顾韵如还是有些 不太适应如此热情欢突的成义军 虽然总是被成义军 有些幼稚的举动弄得苦笑不得 但是 她清楚地感觉到 胸腔里暖暖的感觉 是幸福 老婆 觉得好点了吗 还难受吗 成义军松开顾韵如 低头看着她 开口问道 语气里满是心疼 没什么了 今天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本来就没什么大问题 顾韵如回答 小问题也要好好养着的 我们可是要一起长命百岁的 夫妻两个一边说话 一边往楼下走 成义军在栏杆的另一边扶着她 那小心翼翼的样子 像是在伺候老佛爷 佣人开始摆饭 两人吃完晚饭 就在院子里散步消失 这是这两个月里 两人心养成的习惯 是成义军说 饭后走一走 活到九十九 硬是拉着顾韵如 陪她一起在院子里散步 两人手拉手在草地上漫步 成义军转头看向顾韵如 顾韵如察觉到身边人的视线 并没有说话 因为成义军总是在散步的时候 不看路看她 虽然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次数多了 也慢慢的习惯了 只是两人走了一会儿 顾韵如觉得成义军今天的目光 有些不对劲 而且总是时不时的就看她一眼 有种欲言又止的感觉 顾韵如停下脚步 转过身来 看着成义军 说吧 怎么了 成义军看着她的目光 犹豫了一会儿 顾韵如也不着急 就那样目光平静地看着她 她知道 如果成义军愿意说 不用她催 她也会说 而如果她不愿意说 那她催也没有 成义军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决定说出来 她不想因为这件事 而造成未来不必要的误会 今天 今天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苏九月来找我了 我吧 成义军把苏九月来找自己的事情 事无巨细的 全都说了 连时间 什么时间去的 什么时间走的 都交代了个清清楚楚 然后一脸严肃地望着顾韵如 等待处分 嗯 我知道了 听到顾韵如的回答 成义军愣住了 她没想到顾韵如的反应那么平淡 觉得自己以前就是眼瞎了 不然怎么就看上她 而没看到你呢 她是被我骂跑道 老婆 你相信我 看到成义军慌乱解释的样子 顾韵如觉得很好笑 同时也觉得很幸福 这个自己惺惺念念的男人 真的属于自己了 哈哈哈哈 顾韵如此想着 也真的笑了出来 越笑越停不下来 堂堂的成少 也会有手忙脚乱地 向女人解释自己的一天 现在的顾韵如 经过两个多月的相处 是真的一点都不怕成义军了 什么时候不是女人缠着她 哪里轮得到她向女人解释了 所以顾韵如笑的开怀 成义军看着顾韵如笑的蹲在地上 却仍然停不下来 便知道自己没事了 无奈地看着蹲在地上笑自己的人 鲁气地说 笑什么 有什么好笑的虽然这样说 但是还是伸手把人扶了起来 伸手揉了揉顾韵如的肚子 说别笑了 再笑 肚子笑疼了 刚刚才吃完饭 笑太狠了不好 乖 别笑了 顾韵如顺着成义军的力道站起来 深呼吸 慢慢平复下来 但是一抬头看到成义军不大高兴的脸 扑斥 一声又忍不住笑了出来 成义军黑了脸 好了 我不笑了 看到成义军黑了脸 顾韵如赶紧绷住脸 看着成义军说道 虽然这样说 但是顾韵如还是忍不住弯了嘴角 笑什么 这么好笑 成义军问 因为第一次见到你这么慌乱地 向别人解释自己顾韵如嘴角弯弯地说 成义军看着身边的爱人 解释加告白地说 那是因为他们不重要 你在我心目中是最重要的低下头 额头抵着顾韵如的 眼神看向顾韵如的眼底 透着浓浓的深情和真挚 顾韵如回望过去 看清了男人眼底的炙热情感 心里满满的都是感动 嗯 轻轻地回应两人继续散步 成义军问道 你就不好奇吗 好奇什么 顾韵如奇怪地反问道 成义军无语 好奇我什么感觉啊 你就不怕我会跟他就情复燃啊什么的 成义军有些挫败感 顾韵如笑了一下 看着远处说 不好奇 因为 我相信你最后一句话 声音轻得鸡不可闻 但是成义军耳朵很灵 他听到了 满脸惊喜地掰过顾韵如肩膀 老婆 你刚刚说什么 说什么 再说一遍 脸皮薄的顾韵如 看着成义军满脸的兴奋 有些不好意思 不敢看他 扭过头 没听见就算了 听见了 听见了 老婆 你说你信任我 我听到了成义军像个孩子一样 高兴地抱起顾韵如在人地转圈 一圈又一圈 顾韵如被他的动作弄得猝不及防 下意识地紧紧地搂住成义军的脖子 害怕他一个没抱好自己 就被他摔了出去 但是 顾韵如的担心很明显是多余的 看着成义军大笑着抱着他转圈 也被他感染了 大声地笑着 整个院子里都回荡着两人的幸福笑声 站在院子墙外的苏九月握紧了双手 本来在这个院子里面笑的人应该是我才对 苏九月听着里面的笑声 恨不得立刻跑进去 把两个人分开 把顾韵如杀了 低头在外面站了一会 转身离开 离开的时候 他最后一次看了一眼成家的别墅 暗的在心里下了一个决定 我得不到的 谁也别想得到 我要亲手毁了他 嘴挂了一丝残忍的微笑 苏九月慢慢地走开了 里面的两人完全不知道 即将有危险落在他们身上 散步走了半个多小时的两人回去了 顾韵如在成义军的书房翻了一下文件 准备趁着时间还早 再看一下文件 今天没去上班 但是工作的进度不能落下 成义军一房间就进了浴室 快速地洗了个澡 心情有些激动 只为了一条浴巾就出来找顾韵如 结果看到人在书房看文件 不满 走过去把文件和上网 把人拉起来 回房间 让顾韵如坐在床上 看着顾韵如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成义军神喜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 蹲下 平视着顾韵如 认真的开口 老婆 我们要个孩子吧 不是问句 而是肯定句 顾韵如看成义军一脸的认真严肃 还以为他要说什么重大的事情吗 结果居然说要要孩子 顾韵如庆幸刚刚没喝水 不然的话肯定会喷他一脸水的 顾韵如的思维跑偏了 意识到自己出神了 顾韵如马上回过神了 怎么忽然提这个 顾韵如奇怪地问道 这两个多月他都没碰过他 突然这么说 实在是太让他惊讶了 成义军看着顾韵如清澈的眼睛 仿佛已经忘了那被自己杀掉的三个孩子 但是 他知道 他永远都忘不掉的 就像他一样 成义军低下头 声音嘶哑地说 我们要三个孩子吧 听到成义军没有回答问题 反而这样说 顾韵如突然明白了 看来 他对于那三个孩子充满了愧疚感 好顾韵如伸手抱住身前的男人 抬手摸摸他的头发 硬硬的 有些扎手 但是触感很好 声音轻快地说道 三个孩子 那以后你可别烦啊 怎么会 成义军抬头看着顾韵如 低头吻了过去 把人轻轻压在床上 一夜的依你 第二天 成义军浑身清爽地醒来 憋了这么久 猛的一下开了婚 昨晚有些没节制 所以顾韵如到现在还没醒来 低头看着还在睡梦中的女人 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想起了 昨天晚上的疯狂 咽了咽口水 清了一下 还睡着的顾韵如一下 翻身下了床 静止去了浴室 洗漱完毕 精神抖擞的成义军 回到床边 爱连摸了摸顾韵如的脸颊 又清了清 没有再打扰她睡觉 转身出了房间 嘱咐庸人别去打扰她睡觉 成义军没有去公司 虽然今天是工作日 但是成义军觉得 今天算是自己的结婚蜜月期 打算给自己放个假 而且 他想顾韵如醒来的第一眼 就看到她 成义军下楼吃个饭 让庸人把粥慢慢的熬着 这样 等顾韵如醒来 就刚好可以吃 然后 就去书房 把要看的文件资料和电脑 全部搬到了两人的卧室去了 在卧室的阳台上 坐在一抬头 就能看到床上睡着的人的地方 静静的处理公务 时不时的就抬头看一下 觉得注意力有些不能集中 好想陪她一起去睡觉 成义军心里有点挣扎犹豫 半晌 就在成义军放弃挣扎 准备去床上躺着 抱着亲爱的老婆一起睡觉 突然 成义军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是助理的电话 退到阳台上 关上了阳台上的玻璃门 看着床上的顾韵如接通电话 什么事 声音清冷 助理觉得巴斯大人的声音里 透着浓浓的不悦 不由的缩了缩脖子 小心翼翼的开口 本来是今天准备签约的 但是在我们去之前 岳家集团的负责人 打电话说解除合约 合同不签了 因为之前我们给的价钱很高 所以没想到会出什么意外 只是跟他们做了 口头上的协定 所以 所以没办法了 成义军的声音低沉 助理感觉无名休矣 赶紧开口 我派人打听了 看到了M国的人 在我们去之前去了岳家集团 而且 他们出来之后 集团负责人就给我们打电话了 成义军眼神微眯 看来是有边来了 有照片吗 既然不知道是哪家财团 但是都看到了人 那 最起码也该有张照片吧 成义军隐隐有些猜测 不是倒是不是他 哟 我马上发给您助理赶忙回到办公桌 用邮件把下属派来的几张照片 发了过去 有远景图 还有每个人的近距离图片 没办法 谁让岳家集团名声太大 而且之前跟城市集团 谈好的合作说推就推 让那些财经记者闻风而来 早在那家财团 一脚踏进岳家集团的大门时 各大报社的记者就已经收到了消息 争相赶来 就在门口守着 等人出来了 成义军看了一眼顾韵如 还没有醒来的迹象 转身 打开电脑 点开邮件 看着电脑里面放大的高清照片 果然 他的猜测没错 就是他 抬头看向远方 是你吗 成义军喃喃自语 什么 那边助理问了一声 没什么 还有什么事吗 成义军问道 没了 通知所有人 明天上午十点开会 成义军声音频缓的吩咐 仿佛刚刚的事情 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影响 说完就挂了电话 挂掉电话 转身 看见床上的人动了一下 忙打开玻璃门 走了进去 以为顾韵如要醒了 结果他只是翻了个身 就又接着睡了 成义军满头黑线 看来 这是要一觉睡到中午的节奏啊 帮他掖了掖背脚 转身又回到阳台 用电脑发了份邮件 到一个一次性的邮箱里 另一边 远在C国一家酒吧的华国男人 看到手机上的邮件提醒 眼里闪过一丝差异 什么事情居然会让他去做 点开文件 只有一张照片 一张男人的照片 圆银看了一眼 鹅角微抽 还是一如既往的 如此简洁明亮啊 特么的连个文字说明都没有 手机震动了一下 圆银彻底无奈了 手机不能用啊 在自己点开邮件的时候 这个一次性邮箱就已经中毒了 彻底毁毁到了邮箱了的文件 和自己的手机 圆银喝完面前酒杯里的酒 把钱放在杯子底下 转身离开的酒吧 在外面随便找了一个电话亭 进去 拨了一个电话 刚刚接通 电话里平静无拨的声音 就只有两个字 M国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就把电话挂了 圆银想砸电话 可是 无故损坏公共财物 在C国是犯法的 以往可以不在意 可是 现在很明显 自己要马上去M国 没时间去橘子里蹲着啊 还真是想去啊 圆银仰头望天 任命的去机场 订了最近的一班飞机 没有带任何行李 到了再买 反正不用自己出钱 那边 程义军在发了邮件之后 就已经知道他会打电话过来 坐在椅子上 静静地等着 偏过头看着床上背对着自己的人 很快 电话就打了过来 说了M国之后就挂了电话 他知道这个人的能力 接下来自己就可以等消息了 还好当年把这个人坑了过来 现在终于排上用场了 而且 程义军觉得 那个结了自己的财团 肯定不会就这样收手的 不出意料的话 接下来 肯定会是一场腥风血雨 不过 他程义军这些年 也不是顺顺利利地过来的 都是经历了各种凶险情况 才把公司做起来的 不过又是一个意外情况而已 想针对他 可 最后吃亏的还不知道是谁泥子 不过 转念一想 他是怎么知道 程氏是今天的月家签约的 而且时间还掐得这么紧 看来 公司有内鬼啊 一觉睡到自然醒的顾运如 一醒来就觉得自己怎么浑身酸疼呢 顾运如心里默默地吐槽 看来 是昨天晚上太疯狂了 下次一定不能这样没截止 程义军余光看到床上的人 终于有了动静 本来睡着的人在被子里面蠕动 一拱一拱的 程义军开门进去 坐在床边 伸手去拉被子 把整个人埋在里面的顾运如捞出来 怎么了 程义军理着顾运如乱糟糟的头发 忍着笑问道 顾运如抬头看着程义军 满脸的控诉 别着嘴 都怪你 程义军眼神幽深地看着顾运如 低头在顾运如的耳边轻轻地说 老婆 一大早就勾引你老公啊 说着 还伸出舌头 舔了一下顾运如敏感的耳后 啊 别 程义军呼出的热气 直往顾运如的耳朵里钻 还舔他的敏感位置 吓得顾运如又往被子里钻 哈哈 程义军看着顾运如害怕的样子大笑起来 听着程义军的笑声 顾运如更不好意思起来了 而且 自己现在还一丝不挂呢 外面还有人 他怎么好意思 程义军又伸手去被子里捞人 可是顾运如怎么都不出来 还让他出去 程义军了然 这是害羞了 低头 隔着被子 在顾运如的耳边说 老婆 你什么地方我没见过啊 害什么羞啊 赶紧起床 太阳晒屁股了 说着 还在顾运如的屁股上轻轻地拍了一下 吓得被子里的顾运如直往下钻 还大声地说 出去 出去 你先出去了 声音隔着被子 听起来闷闷的 程义军怕他闷坏了 就转身去了阳台 把窗帘拉上了 出去前还跟被子里的人说 我出去了赶紧起床 不然 等会儿我帮你穿衣服听了程义军的话 程义军突然进来了 嗨 那个 我换好了 顾运如穿好衣服 对着阳台轻声说了句 意识到可能隔着玻璃 程义军听不到 便准备走过去 掀开窗帘 刚刚伸出手 程义军猛地从窗帘后面出来 把他抱了个满怀 老婆 早上好 顾运如吓了一跳 回过神来 反手保住程义军的腰 回来去 蹦 老公 早上好等顾运如洗漱完毕 两人一起下楼 把佣人准备好的粥端了出来 程义军陪着顾运如 吃了一顿早不早 晚不晚的饭 饭后 两人一起去了公司 万分不舍的程义军 把顾运如送到公司楼下 还准备送上楼呢 不过被程义军拒绝了 程义军刚到公司 助理就迎了上来 报告今天的行程 把那个燕国的财团 跟月家集团签约的部分 能搞得到的细节 都报告了一下 边走边说 从集团门口 到程义军的办公室门口 刚好报告完毕 在程义军听到助理 说到收购案的细节的时候 脑中闪过些什么 但是没抓住 知道程义军确定了 自己肯定是知道这家财团的 不然怎么会有印象 只是现在想不起名字罢了 回到办公室 助理把要签字的文件 放在办公桌上 转身就出去了 程义军坐在椅子上 打开电脑 顺手翻开桌子上的文件 手上一顿 脑子灵光一闪 他想起来了 想起来那个燕国的财团 是哪个了 M国的哈瑟文公司 M国一家世界著名的保险 和多元化投资集团 在业界也算是赫赫有名了 但是不是什么好名声 而是臭名昭著 最著名的就是哈瑟文公司 在公司还没经营强大的时候 打压你自己差的新兴公司 摸透它的经营模式 产品和经营理念 然后再复制一家类似的公司 最后买给这家公司 靠着这个手段 哈瑟文公司快速成长起来 虽然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历史 却发展成世界著名的公司 外界只知道 哈瑟文公司的经营范围 是保险业 糖果业 媒体 多种经营 非银行性金融 投资 不同性质的公司 或是联合大企业 但是鲜少有人知道 他们投资的那些公司 都是在背地里 跟负责人谈好了的 许多了利益 以地域市场价的价格 取得更大的股份 而且 还有黑色收入 因为政国不经枪支 对毒品也管制得不太严格 所以 哈瑟文公司的大部分收人 是贩卖枪支和毒品生意得来的 在当地黑道上 也是有名号的 而这次岳家集团的收购案 从助理的讲述中 成义军听出了些许的熟悉感 有点像哈瑟文创始人的 一把手的风格 虽然 老哈瑟文已经宣布退休 但是 明眼人都知道 这是退居幕后 好让他儿子正式接受公司事务 早点熟悉流程 能让岳家集团的负责人 这么迅速的下决定 不和城市合作 在帝都可是很需要胆量的 而且这个人在帝都 是出了名的谨慎小心 说白了 就是胆小怕事 看来 哈瑟文下了不少的本钱 不过 虽然 岳家是有些潜力 但是也不至于 让哈瑟文不远万里的 亲自派人来收购这样一个小公司 反常急为妖 这里面一股透着诡异板 哈瑟文哪次收购的公司 不甩岳家十万八千里 偏偏这次巴巴的过来 和城市抢 而且 时机还掐得这么巧 这是明摆着不怕他知道 虽然成义军也不在意被抢 反正也不是很重要 可有可无罢了 但是 苏九月的事情出在前面 然后是苏九月国外的情人追到国内 还特意在自己面前重逢 再接着公司的案子被抢 怎么看都有问题 只是不知道 这里面 苏九月和那个汤姆 瞧又分别扮演什么角色呢 成义军看着窗外 脑海里思绪万千 虽然这次公司损失不大 但是 不知道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摇摇头 视线转回办公桌 专心的看文件 之后的事情 就只能顺着这次是事情接着查 苏九月那边不能乱 要接着查 还要找个人把苏九月给盯死了 不定什么时候 两人就联系了 还有M国 就等原因的消息了 一天的工作很快就过去了 顾韵如支起腰 伸了下揽腰 放下手中的笔 抬头 看了眼玻璃窗外 太阳偏西 马上就要下山了 火红的夕阳 美得让人惊叹 看了看时间 马上就要带下班时间了 收拾了一下桌子上的东西 准备下楼 刚出办公室 手机就响了 拿起一看 果然 是成义军 这段时间 两人已经习惯了 这种平静的生活 笑着接通电话 边讲边走 到了楼下 看着成义军依靠在车旁 微笑着等着自己 左右看了看没车 连忙跑过去 一起回了家 就这样 平静的日子一转眼就过去了 又是两个多月多去了 公司跟之前一样 只是收到 若有肆无的一些打压 去查 却什么也查不到 对方做事很老道 一点尾巴都没留 而且 最近苏九月也没来找他了 去监视苏九月的人说 他的生活很规律 没什么不正常 之前在国外调查 苏九月的下属艾伦 也没查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而且调查还受到了阻力 很明显 对方察觉到了 艾伦察觉到不对劲 及时收手 才没被发现 现在双方都不知道 对方是谁 但是 有人知道 就是当初那个 给他提供便利的人 可是艾伦不知道 对方是谁 既然能给他提供便利 说明对方是敌人那边 而且还和对方不合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艾伦在找那个人 说不定还能发展成盟友呢 就连原因那边 也一直没什么消息传来 这很不正常 从来就没有什么 能让原因调查 超过半个月的时间 距离自己发布任务 都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了 居然还没成功 看来 原因是遇上对手了 成益君这边是诸事不顺 顾运如那里倒是好事连连 因为自己能力出众 其实主要是 又成益君这个大佬在旁边指导 顾运如接连拿下几个大单子 在公司的声望节节攀升 正在逼向他父亲 顾经国的地位 而且顾运如还开始收购 股市上的散户的股份 慢慢的 顾运如如今手上的股份 已经有15%了 虽然还是比不上顾经国的41% 但是顾运如很乐观 照着这个速度 自己很快就能把属于自己的 都拿回来 然后不顾经国 彻底赶出远洋公司 今天中午从城市回来之后 路过茶 水间闻到有人在泡咖啡 有点反胃想吐 跑到厕所干呕了半天 什么都没有吐出来 洗了把脸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突然想起了前两个月 成益君说要孩子的事情 而且两人也没有做什么安全措施 顾运如有些正愣 不可置信的伸手摸了摸小腹 难道这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小生命了 顾运如不知道现在自己是什么感受 她为这个孩子的道来欢喜 但是又想起了自己之前的那三个孩子 一个人失落了一会儿 听到外面传来高跟鞋的声音 连忙收起脸上的表情 擦干净脸 稍微补了一下妆 转身和刚进来的女员工点了一下头 顾总好那人微微弯腰 说了一句 顾运如从她身边走过 淡淡的回了一声 其实顾运如在公司的情况有些高了 因为她怕自己太平易近人 震不住手底下的人 身后的女员工转头看了看顾运如 就进去了 回到办公室 顾运如有点坐不住了 她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犹豫了一会儿 顾运如出了公司 打车直奔医院的妇产科 现在三点多钟 医院的人不算多 妇产科更是只有几个大肚子孕妇 坐在椅子上等着 身边大多都有男人陪着 唯独顾运如是一个人 旁边的人看她的目光有些不好 看她的穿着 就以为她是某个公司老总的小命 而那些男人的目光就更赤裸了 顾运如不在意那些 她都还没什么反应呢 倒是那些男人旁边的孕妇有了反应 一个个的伸手偷偷去扭自己男人腰上的软肉 看得顾运如一一真好笑 不一会儿 抬到了顾运如 起身走了进去 手指微微握紧 有些紧张 如果真的有了的话 这将是她和程一军的第一个孩子 顾运如按照医生的嘱咐 昨晚的检查 就坐在外面的长凳上等结果 静静地坐在凳子上的顾运如 眼神盯着外面 一动不动 虽然看着她是在看着外面 但是思绪早就已经跑到外太空了 紧张等待的顾运如 没想给程一军打电话 关键的是 她现在还没有确定是不是真的 不想程一军和自己一起空欢喜一场 打算等自己确定了之后 再向她报喜 思绪飘远的顾运如 已经想到自己怀的是男侍女 以后叫什么名字 小名儿叫什么 会长什么样子 如果怀的是双胞胎呢 龙凤胎呢 有没有可能是三胞胎 就在顾运如在医院走十二的时候 程一军在公司突然收到匿名的消息 说哈瑟文将要有大动作 程一军看着陌生的邮件信息 眼神微眯 脑海中浮现出无数种可能 但是 既然是大动作 那肯定会有什么蛛丝马迹能查 不可能封得严严实实的 一点封都不露 如果真的封得那么严 那消息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拿起桌子上的电话 召集各大固定 高层管理人员 大会议室开会 是那边助理显然已经熟悉了 BOSS的行事风格 利落地回答 然后就开始为即将开始的会议 做准备工作 四点钟会议准时开始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程一军身上 这次会议召集的紧急 所有人都没有准备 还有股东在路上 还没到呢 而且 什么会议资料都没发 看来 果然是出了什么紧急事件 程一军看了一眼众人 什么话都没有说 把自己的电脑连上身后的大屏幕 打开电脑里的匿名文件 邮件上只有一句话 要有大动作了 做完这些 抬头看向众人 终于开了口 想必大家对大名鼎鼎的哈瑟文公司 应该不陌生吧 在座的众人 看到了大屏幕上的一句话 句都迷茫不解 听了程一军的话 都想 这跟哈瑟文公司又有什么关系 程一军一一地看过所有人的表情 然后继续开口 看来你们都还不知道 上次结了我们的案子的是谁吧 一句话说完 会议室里立即就充满了乱哄哄的议论声 难道说 罪魁祸首是哈瑟文公司 可是 岳家又不是什么大公司 至于哈瑟文来抢吗 看着所有人脸上的不相信 疑惑 程一军继续开口 这件事 我可以证实 说着就把自己的思路和怀疑 以及之后的确认 完完本本说了一遍 嘈杂的会议室突然安静了下来 听程一军的分析 这件事还真是非哈瑟文公司做的 再说这次的这个匿名邮件 我已经吩咐人去追踪文件发送的IP地址了 但是查到的可能性很小 既然他敢发 就肯定有自信 我们找不他吃饮了半可 程一军说 既然这里面说哈瑟文要有大动作 那 肯定有什么可以查到的东西 如果没有 那就最好不过了 想了想 又加了一句 想必诸位应该也去感受到了 最近三四个月来的 让人不舒服的压迫感了吧 接下来的时间里 程一军给各部门下达了任务 只要他们能做好自己交代的事情 那剩下的 就是他和对方的执起者的对应了 等会议开完了 程一军回到办公室 看到诺大的落地窗外 阴沉沉的天气 而且 天已经有些黑了 突然抬手看了下手表 距离下班时间 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二十分钟了 程一军赶紧掏出手机 给顾运如打了个电话 想了一遍又一遍 没人接 程一军皱眉 难道是自己没去接他 所以他生气了吗 程一军收拾了一下东西 准备下班 走出办公室 边走边跟顾运如打电话 还是没人接 想了想 给家打了个电话 铃声响了一会儿 是庸人接的 太太回去了吗 还没有 先生 嗯 今天就不用准备晚饭了 挂了电话 程一军已经到了门口 今天是家里的司机来接的 站在门口望着天空 看天色 快要下雨了 程一军暗寸 摸了摸胸口 总觉得有些不安 上了车 让司机开车 先去了顾运如的公司 以为他生气自己来晚了 所以 程一军想去他公司看看 是不是在公司赌气加班 可是 等程一军上楼之后 看见顾运如的办公室 是空着的 站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 程一军心里的不安 在慢慢的扩大 伸手扶在心口的位置 心脏乱了频率 仿佛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即将发生一样 转身 准备离开 看见视野前方的转弯的地方 好像有功量 心中一跳 快步走了过去 可惜没看到顾运如 只有一个小姑娘 埋头在办公桌前 不知在忙碌什么 连抬头的功夫都没有 轻轻敲了一下身前的桌子 忙碌的人 下意识地抬起头 你找谁啊 你们顾经理在吗 啊 哦 顾经理啊 他今天很早就走了 大概三四点的样子吧 你找他有事吗 我是他丈夫 那他今天出去之后 回来过吗 程一军急忙问道 这个 我就不知道了 我是新来的 要做的事情很多 没注意小姑娘挠挠头 有些不好意地说 没想到顾经理的丈夫 长得这么帅啊 赵雨晗有些花痴地想 这样啊 我知道了 多谢了 哦 没事程一军下楼 眉头越皱越紧 这么早就离开了公司 既没去找自己 也没有回家 究竟 去哪了 程一军魂不守舍地回家了 没心思吃饭 就呆呆地坐在沙发上 直到午夜的到来 顾运如的没有回家 程一军在认真地回想 自己有没有惹他生气 但是 最近两人相处得非常好 算是两人的密恋时期 加上程一军觉得很对比起顾运如 所以很多事情上就很顺着他 从两人和好之后 一次都没吵过架 而且 今天早上一起上班的时候 还有说有效的 没有任何预照显示顾运如会突然失踪啊 会不会不是出了什么意外 而不是他自己不想回来的 程一军 疼得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想起今天自己的不安 心中顾运如会出事的预感也越来越强烈 在客厅里转了几圈 突然想起来一个人 马上掏出手机 给那个监视苏九月的人打电话 询问苏九月是不是有什么异常状况 可是根据属下的报告 苏九月很正常 没什么不平常的举动 程一军在客厅踏步 既然不是苏九月 那还能是谁呢 冷得想起顾运如的父亲 顾金国 别墅启动车子 汽车的轰鸣声在黑夜中格外的刺耳 在这午夜时分让人心慌 一如程一军此时的心情 他不知道顾运如现在到底在哪里 是自己出走的 还是别人掳走的 如果是别人掳走的 有没有受伤 程一军在空旷的马路上一路飙车 给下属打电话 查清顾金国现在在哪 但是心里不由自主的胡思乱想 很快 车子就开到了顾金国所在的地方 一家高档会所 程一军猛地停下车 下车大步走进去 里面灯火通明 又如白昼 大多数人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程一军刚刚进去 就有身材曼妙的女服务员向他走去 程一军皱眉 冷声说 叫你们经理出来服务员问了一下 马上低头回道 好的 先生 程一军一看身份就不一般 而且看起来心情很不好的样子 一进来就叫经理 不是来找茬的 就是真的有什么紧急事件 不过 不管是什么 自己都惹不起 赶紧叫来经理 管是经理一看到站在大厅的男人就认出来了 能在帝都的高档会所坐到经理的位置 哪个不是人经 帝都只要是有名号的主 都要叫得上名字才算合格 万经理一上前就开口说 程先生 我就是会所的值班经理 我姓万 请问顾先生是有什么急事吗 万经理不卑不亢 没有卑躬虚息 不愧是人经 远洋公司的董事长 顾经国在哪个包厢 程一军声音很冷 仿佛平静的话语下压抑着不掏巨浪一般 万经理惊了一下 看来 真的是有什么大事啊 不过 会所的规矩是不能透露客人的隐私的 万经理刚想说话 抬头去看到 程一军冷眼看着他 仿佛是一头责任而逝的巨兽一般 万经理腿一软 差点摔倒 退后一步 犹豫再三 程一军快要抱走的时候 他终于开口 顾董事长在二楼的二零大包厢万经理说完 松了一口气 感觉自己的小命保住了 程一军一句话都没说 转身走向电梯 心里还在担心着顾玉如的安全 并不想浪费时间 大步地走在走廊里 对两边美轮美奂的装饰品看都没看一眼 时间越久 程一军心里的不安又扩大了 走到二零八的门口 程一军站定 伸手猛地推开包厢的大门 本来安静的走廊 立马涌进了曹擦的人生 不过里面的人看到猛然间打开的大门 全都愣住了 看到冷着脸站在门口的程一军 所有人都不讲话了 本来攻仇交错 兵主静欢的聚会 因为一个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而被打断了 程一军迈开长腿走进去 所有人的目光都随着他的走动而转动着 直到程一军停在坐在主座上的顾经国身边时 所有人都面面相去 大家都知道 程家和顾家虽然是亲家的关系 但是因为顾韵如是用了不光彩的方法 才如愿嫁紧程家的 所以程家一直都瞧不起顾家 而程一军对岳父顾经国更是半点尊重都没有 无意间碰面 不落他面子就算是好的了 因此 看到程一军一脸阴沉地走到顾经国面前 所有人都在想 怕不是顾家大小姐顾韵如 又做了什么惹程一军生气的事情吧 顾经国看着程一军走到他面前 还一言不发的 脸色阴沉地看着他 心里有些发怵 感觉到自己的害怕 又唾弃自己 他是小辈 还能对自己做什么不成 想到这 不由得挺了挺腰杆 准备站起来说话的时候 程一军开口了 都这么晚了 大家都回家歇着去吧 这是要感人了 不当众说出来吗 难道是要给顾经国脸面 所有人心思都冒着八卦 恨不得把耳朵留下 大家纷纷告辞离开 转眼 整个包厢就只剩下顾经国和程一军两个人 诺大的包厢 刚刚还有些拥挤呢 现在两个人的时候反而显得空旷了 顾经国的心脏突突突 得跳着太紧张了 程一军不说话 静静地看着他 顾经国被他看得有些心虚 那个 一军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顾经国硬着头皮说 他不想再被程一军盯下去了 感觉自己心脏病都快出来了 顾韵如在哪里 程一军也不拐弯抹脚 直入主题 顾经国听到程一军问顾韵如 猛地抬头 满脸的疑惑 不解 他在哪里 一军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怎么跑到我这来问了 程一军看到顾经国那一瞬间 眼里的疑惑不是作假的 看来 他是真的不知道顾韵如的下落 程一军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转身就走了 连顾经国都不知道 那还有谁 程一军脸色越发的阴沉恐怖 仿佛下一刻就会爆发 难道说 是他自己选择离开的 难道这几个月的相处全都是装出来 程一军越想越暴躁 愤怒地想要杀人 一言不发地走出会所大门 驱车回家 第二天 程一军一夜未眠 就坐在我时阳台的堂椅上 这是他们这几个月来最喜欢待的地方 只要是休息日 又有太阳 两人中午吃完午饭的时候 总会一起窝在小小的堂椅上 程一军睁眼到天亮 回忆着两个人一起做过的事情 程一军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两个人的感情不是假的 顾韵如在自己对他做过那么多过分的事情 也没想着要离开自己 没道理在两人和好之后反而离开了 这不合常理 天亮了 程一军洗漱完毕 下楼 看着楼下忙碌的庸人 忽然想到了什么 走下楼梯 坐在沙发上 把家里的庸人叫到了一起 最近 夫人有没有说什么 或者有什么异常 庸人们面面相去 不知道说什么 不知道 先生指的是哪一方面的事 有个大胆的庸人问道 误 就是他有没有说过什么要离开的话 程一军问 庸人回忆了一下 好像没有啊 夫人最近情绪都很好 还总是在笑 没说什么要离开的话 对了 夫人前两天还在问我 会不会做蛋糕呢 他说快到先生的生日了 他想亲手做个生日蛋糕呢 有个女孩补充道 而且 夫人还在网上搜了教程 还买了书 就在书房里面 程一军听了 笑了笑 果然 他是不会离开自己的 程一军去了楼上书房 看到书架上一排排的书 耳边似乎又想起来 顾玉如那天在自己耳边 求自己把书架分给他一点 他想在这里放上自己的书 自己提出 要给他建一间属于他自己的书房 他生气地转身 背对着自己 一个人嘀咕说自己没情趣 程一军笑了出来 伸手把书架上顾玉如的书 一本一本地俯过 仿佛上面还残留着顾玉如的气息 手指猛地停下 抽出那本糕点大拳 这就是佣人说的 他买的那本了吧 轻轻地翻开 里面关于蛋糕的内容 都被他画了线 做重点标记了 想到顾玉如趴在桌子上 满脸认真的在料理书上做笔记 程一军就忍不住想笑 翻着翻着 突然停下来了 因为那一夜的蛋糕图片非常漂亮 上面还有一个男女小人在拥吻 一整张纸的空白处 都被自己的名字和我爱你占满了 程一军觉得自己的心里满满的 胀胀的 里面全是感动 把书放回去 程一军转身离开了家 让司机送他回公司 坐在后面的程一军 一刻不停地打电话 私家侦探 警察 一定要找到他 回到公司 程一军快速地处理完工作 让助理把自己接下来的时间全部空出来 知道找到顾韵如 警察局 程一军满脸严肃立了案 让警察着手开始查 私家侦探也来了电话 通知程一军 已经开始着手调查 程一军说了警察的调查方向 让私家侦探从另外的方向去查 这样也许会快一些 去警局之前 程一军也考虑过顾韵如是不是被绑匪绑架了 但是一整晚都没有收到任何陌生的信息 邮件 电话 如果是绑匪的话 肯定会在事情办妥之后 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家属 提要求 索要赎金 为的就是避免家人去报警 所以 程一军肯定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绑架案 是有预谋 有准备的 接下来的时间里 程一军找关系 在警局待了下来 以便能随时知道事情的进展 警察从远阳集团开始入手 这是程一军知道的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 一边派了人去远阳公司查监控 另一边派人在公司四周排查监控 看能不能找出顾韵如从公司出来的去向 时间过得很快 快到下午五点了 期间程一军也给顾韵如打了无数个电话 之前只是打通了没人接 现在直接就是关机了 程一军现在心很慌 他很怕现在顾韵如正在受什么折磨 亏得自己之前还说要保护他不受任何伤害 呵呵 程一军现在特别想嘲笑自己 连自己喜欢的人都保护不了 还自诩天才 大面积的监控查找 终于找到了顾韵如的去向 根据监控的显示 然后一路查 最后查出了 顾韵如最后进的就是离远阳公司不远的医院 看着模糊不清的视频里的顾韵如单薄的身影 独自一人走进医院 程一军的心跳突然加快 不会 不会是他得了什么无法医治的绝症了吧 所以他选择了离开自己 一想到这个可能性 程一军的眼前就一阵发黑 对这种可能无法接受 小王 你和金金去医院查一下 看看程夫人在医院做了什么检查 负责案子的胡队长很有经验 马上就派人去医院调查取证 本来程一军是打算跟过去的 但是在转身的时候 胡队长拉住了他 说 程先生还是在警局带着等消息吧 放心 他们都很专业的 不会吃什么差错的 程一军看着胡队长的眼睛 犹豫了一下 就回到休息室坐着去了 他觉得现在自己的情绪非常不稳定 为了不给他们添麻烦 最好的办法就是等消息 拿过带过来的手提电脑 程一军强迫自己专心工作 处理着助理发过来的文件 突然 邮箱闪烁 愣了一下 这是他和原英约定好的邮箱 看来 他是在勇国查出什么了 他习惯把事情做彻底 特别是情报工作 不把目标的祖宗十八代全挖出来 原英是不会轻易放手的 而且也不会把自己查出来的东西公布出来 正是因为原英这种强迫正班的工作态度 所以程一军很信任他 才会把这个任务交给他 之前在查出九月的事情的那个下属 是程一军的心腹 习惯于将各种不太见的辽光的事情交给他 但是这次他居然没有查出来 说明对方的背景很强大 如果他使出权力 未必不能查出来 但是也有被发现的风险 程一军不想失去一个强力助手 所以 就让原英去做 程一军和原英因为一次偶然认识的 因为两人都是很强势的个性 所以有些摩擦 作为一个合格的商人 原英毫不意外的失败了 所以答应程一军帮他做三件事 当然 期间所消耗的费用由程一军来承担 当然了 作为一个今朝有九今朝醉的雇佣兵 去自费给自己调查情报 程一军怕自己被坑 原英也不会做这种赔本的买卖 这一次是第一次 虽然距离原英答应程一军 已经过去了五年的时间 这五年间 两人偶尔见一次面 彼此之间也越来越熟悉 虽然总是互对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情谊 程一军第一次让他去做的事情 原英很认真 既然是让自己去做 那就是说明他自己解决不了 原英很清楚程一军背后的势力 连他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值得他原英去认真对待 原英给程一军发来的邮件了 清楚地说明了那个黑道势力 是哈瑟文公司在黑道上的扩充势力 代号K 关于他是具体什么时间 在哪里开始建立的 都说得清清楚楚的 程一军坐在休息室的椅子上 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 快速地浏览邮件 不得不说原英调查情报的能力 果然是全球第一的 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 就把K调查了得点掉 从老大到小弟 从势力范围到经营范围 全部都清清楚楚 还顺藤摸瓜地查到的哈瑟文公司 现在的原英正在调查哈瑟文公司 明面上的总比案地里的好查 原英说最多两天时间 他就能把老哈瑟文 有几个小情人都给查得清楚 程一军看到最后笑了 他脑海中甚至浮现出了 原英说这话时 骄傲自信的表情 程一军没有在邮件里 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K和苏九月的关系 和自己之前的调查 没什么出入 既然原英那边没什么线索 就只能寄希望 于警察局这边能给力点了 程一军合上电脑 走出休息室 准备去找胡队长 看有没有调查出来什么 刚走进胡队长 他们的办案的地方 就看到胡队长 拧着眉毛在打电话 程一军心里 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感觉大步走过去 胡队长挂掉电话 伸手使劲挠了挠头 正不知道该怎么跟程一军说 忽然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下意识地抬头一看 是程一军 胡队长一阵头皮发麻 对于这个程一军 他虽然接触不多 但是他也是帝都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在商界 甚至的政界都没有不给他面子的 现在他自己的妻子 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而且看样子 他很着急的样子 就知道夫妻两人的感情 一定是很好的 现在程一军拜托警察局帮忙 说明他自己找不到 找他们是最后的希望了 如果自己等人 也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的话 胡队长简直不敢想象自己 警察局会有什么凄惨的下场 可能会来个大换血吧 但是此时此刻的胡队长 却宁愿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因为他们找到的东西 可能会让程一军彻底失去理智 到时候就不是警察局大换血了 他是 真个帝都要出大乱子了 胡队长 是找到了什么线索了吗 程一军一走近就急急地开口询问 胡队长现在听着程一军说话 都感觉是阎王在向他招手 看着胡队长一脸便秘的表情 程一军皱眉 大声地喊了他一声 胡队长 啊 啊 对 查到了查 胡队长突然近声 小心翼翼看了他一眼 程一军看着他欲言幼稚 心惊胆战的模样 心里 咯噔一下 颤抖着声音问他 不会是 是我妻子出什么事了吧 声音了压抑着恐惧 胡队长看了他一眼 叹了口气 说道 我们是查到了一些事情 但是不肯定您的妻子会有生命危险 程一军听完 猛地盯着胡队长 到底 查出了什么 胡队长看着程一军眼睛爆红的样子 感叹了医生 决定全部说出来 消息是从医院传来的 医院 怎么会是医院 难道他得了什么治不了的病吗 程一军激动地打断了胡队长的话 他的心突突突地跳个不停 胡队长有些无语 虽然场合有些不合适 但是他还是有种偶像破面 男神跌落神坛的感觉 程先生 你先听我说完 好吗 胡队长无奈地说 你说程一军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紧紧握着拳头 压抑着心中的强烈不安 胡队长看着程一军 一副随时可能会爆发的样子 犹豫了一下 说 我觉得你还是自己去一趟医院比较好 你什么意思 程一军的声音里仿佛藏着杀气 胡队长缩了缩脖子 你妻子不在医院 我们去医院只是想让你看一下监控记录 还有那个医院的医生 最后那句话 胡队长明智的没有说出来 他怕程一军又误会了 随后 胡队长开着警车 带着程一军去了那家医院 一路上程一军一言不发 小小的空间里 明满着压抑 恐惧 紧张等各种负面情绪 胡队长有心想安慰一下 但是突然想起来 特么的自己还是一条单身狗 顿时就不好了 最后 两个人一路沉默着到了医院 小王和晶晶就在医院门口等着 两人一下了 胡队长示意他们别说话 带路 所有的一切 让他自己去看嘛 这个时候语言太过苍白无力 程一军跟着他们到了监控室 胡队长示意保安把监控打开 然后让所有人多出去了 程一军就那样站着 看视频里的顾韵如 才一天不见 原来他这么想念她 想伸手抚摸她的脸蛋 抵着她的额头 向她诉说她的思念和爱 但是她不在 而且她找不到她 不知道她现在安不安全 身体好吗 有没有不舒服 程一军的眼睛 随着监控里的顾韵如转动 从医院门口 到走廊 电梯等后厅 直到顾韵如坐在椅子上 程一军才看到 他旁边全部都是大肚子的女人 眼睛在监控里搜索 看到了三个字去 妇产科如同晴天霹雳 把程一军惊在了原地 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他怀孕了 两九 咚咚咚 门口传来胡队长的声音 程先生 你 没事吧 惊醒了程一军 脸色复杂地看了一眼 监控里的顾韵如 声音嘶哑地回了一声 我没事 外面的胡队长听到后 就没了声音 不知道为什么 他刚刚就是想问一下 仿佛不问里面的男人 就会有什么危险一样 摇摇头 甩掉脑子里不靠谱的想法 里面的程一军 一点都不在意胡队长的想法 他在意的是 他怀孕了 为什么不告诉自己 他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现在又在哪里 默默地看着监控 看他一个人排队挂号 一个人等候 一个人去做各种检查 一个人 在他身边全都是男人 小心地扶着怀孕的女人 看着视频里的顾韵如 程一军仿佛能感受到 他那浓浓的羡慕 程一军感觉到了 来自心脏的疼痛 视频里的顾韵如 没有感觉到任何 程一军的思念 从医生的办公室出来 顾韵如手里拿着一张纸 脚步轻快 轻轻跳动起来 任何人都能从模糊地 看不到人脸的监控里 感受到那个女孩子的开心 雀跃 顾韵如跳了两下就不跳了 小心翼翼地摸了下小肚子 放慢了脚步 缓步走出医院 知道离开医院的监控范围 咔嚓 站在走廊里的众人回过头来 看到那个从来都挺拔的男人 颓废了身姿 胡队长快步走向程一军 身后跟着一个 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女人 身穿白大褂 表情严肃 胡队长走到程一军面前站定 向后伸手 说道 程先生 这位是李医生 就是给你妻子做检查的那位 程一军修的抬起头 看向站在自己面前的女人 眼神出气的亮 嘴唇动了一下 深吸一口气 问道 李医生 你好 我是顾韵如的丈夫 想请问一下 我妻子是 程一军的话还没说完 李医生就开口说道 怀孕八周 而且是双胞胎 现在看不出性别 这是作为一个医生的职业习惯 说话简洁明了 没有一点拖泥带水 母子三人情况良好 看着程一军震惊的样子 李医生加了一句 然后就走了 程一军还一个人傻站在那 程一军愣在原地 脑海中回荡着双胞胎三个字 看着程一军傻站着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的样子 胡队长表示深深的同情 本来光妻子一个人失踪 就已经让程一军着急上火了 再加上失踪的妻子还怀了孕 又是双胞胎 所以顾韵如的危险性就加大了 如果绑匪不知道他怀孕了的话 对他做什么危险性的动作 拖拽什么的 双胞胎啊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回过神来的程一军 看着李医生已经不在了 赶紧问胡队长 人去哪了 胡队长看着他着急的样子 说回办公室了 带我去一句话说完就往前面走 后面的胡队长表示深深的无语 让我带你去 那你到时跟在我后面哪 虽然很无语 但是还是小跑着向前 跟在程一军身后给他迟路 到了李医生的办公室门口 程一军看见里面的李医生 还在给病人看病 看见李医生瞥了一眼自己 并没有说什么话 想到自己还有事情要求人家 知去的没有直接闯进去 忍着心里的胶着 程一军乖乖地站在门口等着 并没有去走廊的椅子上坐 因为他是在提醒李医生 自己的存在 让他快点儿 虽然自己愿意等 但是他不可能等太久 自己并不是没有办法让他说出来 等 是对他的尊重 同时 心里很疑惑 为什么这个李医生 对自己的态度这么差 明明两个人从来都没有见过面 跟在旁边的胡队长 看着程一军乖乖地站在门口 很是惊奇 在商界顶顶大名的程一军 会这么听话 看来 对程夫人的感情很深啊 办公室里面的李医生 眼角于光 看见程一军直听听地站在门口 本来想亮他一下的 但是 看着情况 显然是在威胁自己啊 连个求人的态度都没有 哼 李医生慢悠悠地看完最后这一病人 在程一军抱走之前 让病人离开 看向站在门口的人 正准备开口 程一军就已经走了进去 走在李医生对面 客气地开口 请李医生把我妻子的情况 都告诉我虽然客气 但是话语里 不免带着先命令的语气 李医生黑了脸 要说程太太的情况 程先生不应该比我更清楚吗 哦 也对 连妻子产检都不陪着的男人 怎么会清楚呢 李医生的话里带着浓浓的讽刺 李医生这种人见多了 妻子怀孕的时候 他们好吃好喝 一点都不体谅自己的妻子 等孩子出事了 才想起来关心妻子 其实还不是担心孩子 歉 听着李医生的话 程一军终于明白了李医生 为什么这么不待见自己 苦笑一下 向李医生解释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昨天顾韵如失踪 今天报警查监控的时候 才知道人来过医院 自己也是刚刚才知道妻子怀孕的事情 李医生听完这才脸色好看一些 说 程太太以前留过吧 虽然是一问句 但是她可以肯定 顾韵如留过产 而且还不止一次 程一军苦笑着点头 突然想起了什么 急忙开口 那对她有什么影响吗 孕妇会有危险吗 李医生看着程一军着急的样子 而且是真的担心孕妇 而不是像那些人渣一样只关心孩子 调整好情绪说 因为最近一次流产距离怀孕时间间隔太短 所以产妇这一开会有些不稳定 需要长时间卧床静养 不能太有剧烈运动 不然很可能会有危险 严重的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李医生表情很严肃 她知道顾韵如现在属于失踪状态 所以她在认真的提醒程一军 你的妻子孩子现在有危险 而且严重的话很可能会一十三命 程一军听着李医生的话 整个人陷入一种麻恐慌的状态 她不能接受失去顾韵如的生活 她好不容易才找到灵魂的另一半 绝对不能失去她 绝对 程一军的脸色从惊恐变向坚定 多谢李医生程一军站起身 认真的向面前的李医生道谢 然后转身就走 胡队长向李医生道别 然后跟着程一军走了出去 扭头去看程一军 之前的慌乱 不知所措通通通都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定 坚信顾韵如不会出任何事 自己不会让她出任何事 程一军走出医院 向身边的胡队长道别 让她如果查到了什么随时通知她 然后扭头上了司机开过来的车 胡队长看着绝尘而去的程一军 总感觉会出什么大事 坐在车子里的程一军开始打电话 一刻不停 先是监视苏九月的人 让她立刻把苏九月抓住 马上把人送到京都郊区49号的别墅 不管这件事和她有没有关系 先控制起来再说 京郊49号 那是成家暗地里的房产 专门用来处理各种见不到光的事情 然后是还在国外调查苏九月的下属 让她马上飞往燕国和袁英回合 到了之后通知她 作为程一军的心腹 当然见过袁英 自然是知道袁英的联系方式 再之后就是国内的属于或依靠于成家的各种黑色实力 让他们全力调查顾韵如的去向 不用顾及什么 除了是她扛着 接到通知的人 先是一愣 然后开始行动 既然老大这么说 那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而且听说这段时间老大和他媳妇感情相当好 现在让他们找大嫂 那肯定是大嫂出事了 所以是大嫂而出了大事 这些人一阵激动 如果自己先找到人 是不是老大会给些什么好处 于是乎 整个帝都一时间鸡飞狗跳 以前隐在暗处 生怕被别人发现的黑道 突然险于人前 各方势力都在活跃 知道这些人是属于谁管的人 都在给程义军打电话 程义军的手机铃声响个不停 已经回到家的程义军坐在沙发上 瞥了一眼快要被打爆的手机 拿过电脑 给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周全发了一份邮件 让他通知所有的人 他媳妇失踪了 如果两天之内没有找到人的话 他不介意把整个帝都翻过来 所有人 当然是那些给他打电话的人 那些商界 政界的大佬们 周全属于认真权力执行 Boss任务的人 一丝不苟地把程义军的原话 通知给了那些人 这下 整个帝都炸了锅 对于这位真正的帝都大佬 程义军来说 把帝都翻个个 可不只是说说而已 他是真的有那个能力 收到消息的大佬们纷纷互相联系 聚集在一起 商量对策 最后商量来商量去 谁都没办法 唯一的办法就是程义军说的 两天之内把人找到 大佬们又都各回各家 打电话通知各自的手下 赶紧找人 又是一番鸡飞狗跳手忙脚乱 这下帝都黑白两道 罕见的有了同一个目标 找到顾韵如 黑道的人一个比一个积极 都想抢攻 来到更是 因为自家的Boss催命似的 时不时的就打电话了解情况 知道事情的进展 没任何进展就会没筹码一顿 然后催他们快点儿 然后无限循环 程义军的手机终于消停了 整个别墅里很空旷 佣人全被程义军赶回去了 他一个人安静的坐在沙发上 手指灵巧的在电脑的键盘上上下翻飞 快速的敲打着 不一会儿 电脑里面显示了各种画面 全部是医院周围的监控画面 程义军黑镜地度的道路监控系统 开始一个又一个的看 他想找出顾韵如昨天离开医院之后 到底去了哪里 他知道警察局肯定也在做这件事 但是他怕他们会漏掉什么有用的信息 虽然这种可能很渺茫 但是程义军不想冒险 程义军盯着电脑屏幕 一眼不眨的不停地看 直到顾韵如拐了一个弯 走到了监控盲区 之后就一直没有出现在监控中 没有任何踪迹 程义军紧紧皱着眉头 反复地看监控 一直到晚上11点多钟 视频程义军看了几十遍 突然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在顾韵如拿到检查报告的时候 他看了一眼手机 程义军一直以为 他是准备拿手机给自己打电话 但是没打 是打算亲口告诉自己 给自己一个惊喜 包括警察局那些 一遍又一遍地看监控的警察一样 都是这样认为的 可是 如果事实不是这样的呢 程义军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 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 马上通知了胡队长 这个时间 警察局的负责案件的人还在加班 为了帝都不被翻个个 警察局局长对这个案件是最关注的 所以 在人找到之前 谁都别想下班 胡队长接到通知之后 马上就让技术部分析那一段视频 最后技术部给出上结果是 顾韵如拿手机不是接电话 是在看短信 得知结果之后 胡队长马上通知了程义军和局长 因为既然有了线索 时间紧迫 必须马上知道顾韵如在看什么信息 是谁把的信息 这就必须要查他的手机号 现在这个时间 通讯公司早就关门下班了 通知局长 是让他给自己开后门 准备让局长给自己开后门 胡队长完全是多虑了 程义军自己就是后门 程义军在接到胡队长的通知之前 就已经打电话给通讯公司的老板 让他通知自己公司的员工去公司了 半夜三更 接近凌晨的时间 程义军完全没有自己会打扰别人的感觉 不过 被打扰的人也没有自己被打扰的感觉就是了 那个把帝都搞得血雨腥风的人 还没找到他媳妇呢 自己怎么可能睡得着 他怕自己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程义军驱车赶往通讯公司 一路飘车 很快就到了 刚下车就看到通讯公司已经灯火通明 里面的员工各就各位 和平时上班的时候一样 各司其职 甚至连后勤部的人都来了 生怕程义军有一丝的不满 快步走进去 一进大厅 胡队长 警察局局长 通讯公司的老板曾国强都迎了上来 很快 在三方大佬的注视下 工作人员把顾玉如昨天一天的电话号码 使用情况给打印了出来 最后的信息都是程义军打给他的未接电话 再往前居然是苏九月给他发的信息 让他马上到Angel咖啡馆见面 程义军看着这段文字 Angel咖啡馆 顾玉如从医院到咖啡馆不是正好路过那个监控盲区 程义军眯了眯眼 果然 这件事跟苏九月有关 程义军拿着大张纸转身就走 甚至跟旁边的人连个招呼都没打 看着程义军突然冷下来的脸 其他人都面面相去 没敢开口说话 就那样看着程义军离开 程义军一走 剩下的三个人互相看看 都知道 程义军肯定是有线索了 而且和他们无关 他们也帮不上忙 三人突然就心安了 程夫人肯定会被程义军找到的 看他那个样子是可以肯定了 离开通讯公司的程义军马上开车前往京郊49号 一路上程义军握紧方向盘 只关节发白 从自己之前查到的苏九月在国外的情报知道 苏九月对待自己的情敌是毫不手软的 想到这 程义军一脚油门踩到底 希望一切都来得及 到了京郊49号 已经接到通知的下属 早就把苏九月带到审讯室了 作为成家灰色工作的总部 审讯室里各种各样的审讯工具 摆满了一整面墙 苏九月在程义军到来之前 就已经心里崩溃了 程义军到了一问 苏九月就把事情都交代了 是他叫顾韵如去咖啡厅的 早早就派人在监控盲区守着 等顾韵如一到那 就把人打晕带走了 苏九月知道如果自己藏着顾韵如 早晚会被程义军查到 所以他把人交给汤姆 瞧 让他把顾韵如带到M国K的总部 自己随后到 可是在苏九月准备离开的时候 就被程义军的手下抓了 说来也是他倒霉 知道今天晚上之前 苏九月都和平常一样 没有任何异常举动 就是为了迷惑程义军 表明这件事和自己毫无关系 但是就在他今晚准备走的时候 程义军就大爆发了 把他给抓了 交代完之后 苏九月对程义军各种求饶 企图让程义军放过自己 程义军看都没看他一眼 转身走了出去 去了苏九月交代的顾韵如 被送出国的地方 他们准备用船 就在帝都最大的贸易集散地 帝都码头 把顾韵如装在集装箱里 程义军一想到顾韵如 现在就在小小的黑暗的箱子里 随着一传的货物 飘在海面上 正在离自己越来越远 不知道他怕不怕黑 晕不晕船 晕吐嘛 一想到顾韵如有可能会遭遇到这些 程义军的心就拧着疼 恨不得现在就把他抱在怀里安慰 程义军给胡队长打电话 让他拦住 现在正在远离帝都的蓝金号货运船 然后又通知了自己的手下 有船的都去拦 胡队长接到电话的时候 局长就在他身边 胡队长直接开阔音 局长叹了一口气 任命给海警部队的负责人 打电话通知他们 没多说 只是让他们拦截蓝金号 接到通知的是海警部队一支队的队长 郑元 郑队长还以为是捉拿毒贩呢 配合度超高 能让帝都的警察局局长亲自通知 这肯定是个大案子 所以郑队长直接触动了全队 除了几个留守的 全员出击 所有人速度都很快 海警部队直接搜索海面上的船只 很快就锁定了目标 找到之后 郑队长就通知了局长 局长让他不要轻举妄动 他派了胡队长过去 胡队长和程亦军基本上是同时到达的 虽然是程亦军先出发 但是从京郊过来 能这么快的到港口 说明程亦军已经把汽车当飞机开了 两人碰面之后 互相点点头 一起上了郑队长派过来的快艇 程亦军站在快艇上 任由海峰把他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 加上他这两天没有刮胡子 和两天没换的衣服 整个人都透露出一股颓废的气息 但是他的眼睛又太亮了 让人感受到了他的希望 小婷很快就在这两人 到了郑队长的船边 两人上了大船 郑队长和胡队长互相敬礼 然后告诉他们现在的情况 很明显 局长后来跟郑队长说了事情的缘由 不然就郑队长这个脾气 怎么可能让程亦军一个老百姓上船 他又没穿警服 程亦军看着黑悠悠的海面 他知道顾玉如就在前方 转头看向郑队长 直接吩咐他 让他们拦下蓝金号 郑队长虽然很不爽 他对自己的居高临下的吩咐 但是还是照他说的做了 谁让他惹不起呢 海警以安全检查为由 让蓝金号停下了 这种安全检查是很常见的 没有引起对方的任何警觉 海警一上船就掏出枪 对着船上的人 引在后面的队员也快速的上船 很快 所有人都被控制了 程亦军上到蓝金号上 在被控制的人中找到了汤姆 瞧 拎着被手铐靠着的男人的衣领 拉到一个没人看到的地方 程亦军松了送领带 把人狠狠地揍了一顿 郑队长听着拳头和肉接触的声音 看了看胡队长一脸淡定的样子 决定什么也不管 那边 程亦军揍完了之后 拉起他的领子 声音冰冷地问他 我妻子在哪 汤姆 乔看着近在指使的男人的脸 失笑了一声 扭过头去 并没有回答 程亦军看着他没有说话的意思 松开手 拿出手机 里面是一个小时前原因发给他的邮件 程亦军把手机放在躺在地上的汤姆 乔面前 汤姆 乔瞪大了眼睛 看着手机里的内容 颤抖着声音 不敢置信地问道 你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会不会把它公布出去 程亦军冷冷地说 如果把手机里的内容公布了出去 他就没有资格再做哈瑟文的总裁了 不仅如此 还会被永久地赶出商界 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商界混了 汤姆 乔深深地看了一眼程亦军 他在货舱医区 第二排左边第三个箱子里面 汤姆 乔看着程亦军离开的背影 眼里闪过深深的忌惮 程亦军听完 直接找郑队长说了 让船上的负责人带他们去了货舱 直接找到一区 让人搬开上面的箱子 程亦军小心翼翼地打开第二排第三个箱子 看到他心心念念的人 就安安静静地蜷缩在箱子里 心里满是庆幸 第一次感谢老天 感谢上帝 谢谢他们在他受伤之前找到他 老婆 老婆 程亦军一边叫着蜷缩着的女人 一边把人抱出来 叫了好几遍顾韵如都没有任何反应 程亦军慌了 伸手轻轻拍打着顾韵如的脸蛋 但是还是没有反应 郑队长突然伸手拦下程亦军拍打的手 说 程先生不要担心 程太太只是被下了强力安眠药 他没事程亦军看着郑队长 你确定 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程太太明天上午一定会醒 因为这艘船明天早上到达目的地 郑队长确定地说 程亦军不放心 上岸之后把顾韵如送到了帝都医院 亲自守着她 第二天 中午 程亦军坐在病床旁边 一眼不眨地看着躺在床上的妻子 等着她睁开眼睛 顾韵如仿佛睡了很久很久 久到她以为自己再也醒不过来了 顾韵如眼睫毛突然动了动 程亦军马上起身 紧张地看着顾韵如 轻声地叫着她 顾韵如听到有人叫她 慢慢地睁开眼睛 看到程亦军就在自己的视线正前方 笑了一下 一醒来就能看到自己最爱的人 真好 老婆 早上好 程亦军现在就只能说出这一句话 嗯 老公早上好顾韵如回道 虽然两人的声音都有些沙哑 但是 说话的内容就像平常一样 他们平淡又幸福的日子 终于又回来了 全文完